你见过同单同学四人一起穿越到西游世界了 还把西游世界搅得天翻地覆的吗 社长唐三成为西游世界中的唐三藏 贫僧法号三藏 藏天藏地藏如来 老二孙吴成为西游世界中的孙悟空 五百年河洞 五百年河西 那佛祖之位有能者居之 也该换兰老孙做作了吧 老三猪八成为西游世界中的猪八戒 够够够 死去灵山 从此西天我做主 老四沙三成为西游世界中的沙悟戒 三位大佬太过暴躁了 这样不好 不好 卖夹杀了 卖夹杀了 有谁买夹杀 我去 该来的还是来了 不过我可是唐三 虽然我穿越成了唐三藏 但是这一事 我绝不取经 你佛门休想安排我的命运 大师 我这夹杀乃是佛门圣物 五千两卖给你怎么样 关一你压的别考验我了 我在大堂吃好喝好 好好地玉帝不当 荣华富贵不享受 我跑去西天取经我有病吗 我去 剧本不对啊 金蝉子转世 怎么变了个人世的 难道是贪恋世间的荣华富贵 才迷心窍了 一日后 唐三焚香祷告完毕 陪同唐太宗 做完了水路法会 玉帝 朕今日封你为护国法师 此后三教归你所管 除了这以外 你就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见圣僧如见镇 你我二人共享这江山如何 多谢陛下 果然是被这世间的荣华富贵 迷住了双眼 金蝉子 最后再讨厌你一次 若你还执迷不悟 我就只能回去报告火祖 让他来定你的罪了 大师 买家杀补 能使此宝者分文不去 叮 恭喜宿主成功激活汉匪系统 你终于来了 我就说嘛 穿越怎么会没有系统 请宿主立即开启西游任务 感情激活系统 我还得上西天呗 行了 你自己卸载吧 打死我都不会去西天取经的 我唐某人绝不被佛门摆布 鉴于宿主不配合完成任务 先开始抹杀宿主 我去我去 阿弥陀佛 西天取经重任 舍我其谁 无奈之下 唐三只能和系统妥协 并用他那精湛的演技成功 通过了观音的考验 观音最后献出真身 玄奘 希望你不忘初心 牢记西天取经的重任 无负本座的期望 这几男家杀 九环西杖和紫金波便赐给你 王宿西行之路不遭毒害 免夺轮回 多谢菩萨 听宿主以自愿前往 西天取经 汉匪系统完全激活 开启兑换商店 宿主获得新手大礼包一份 请问是否开启 开启 听开启新手大礼包 获得捧御圣法 获得隐天脸七诀 获得最强法咒 获得自在天空一本 获得地先修为 大哥 弟弟去塔西天求取真经 再会 听宿主行为过于飙汉 奖励宿主 三千飙汉点 哟 这样就可以获得飙汉点 本系统为汉匪系统 宿主的一切 飙汉行为 都会获得相对应的飙汉点 可以用于兑换 汉匪商店中的任何物品 看看兑换商店有什么 这些法宝也太贵了吧 我去 还有泡面 可乐 价格倒还挺实惠 先来瓶可乐吧 刚刚过去的事 唐三藏 师父救我 五指山 偷偷 莫非你就是被如来 押在五指山下五百年 等待唐三藏一起去 西天取经的孙悟空 正式在下 原来如此 徒儿莫荒 为师这就助你脱困 大威天龙 大威天龙 大威天龙不是法海的口号吗 这唐三藏怎么会的 悟空 不必如此惊讶 这东西乃是大唐的新客产 来尝一尝步 这不是可口可乐吗 大唐现在进步到这种地步了 等等 这家伙不会也是穿越的吧 即便后不便 符号看向先 勾三 鼓四 贤武 天王盖地虎 你是二百五 你是孙悟 你是唐三 笑死我了 感情你一穿越过来 就被如来镇压了 这么多年 你就这样在五指山下度过了 可不是吗 对了 你变成唐三藏 怎么会法术的 系统送的 对了 我这有本功法 好像是专门给你准备的 自在天宫 自在极异宫进阶版 修炼者需要拥有一头浓密的头发 修炼者最强可增强自身万倍占领 帅帅帅 那如来 镇压劳子五百年 你给我等着 等我们三年二班爱福寺杀上灵山的 谁在想我 世尊 金蝉子这时候应该已经到达五行山附近了 义子心形告辞 去帮助他降服孙悟空 观音尊者且慢 本座有一法宝赠予你 此乃紧箍圈 给那坡猴带上 本座再传你一法 可是那坡猴归心取经 不生他意 多谢师尊赐宝 义子告辞 人呢 系统商场 兑换一把沙漠之鹰 孙悟 我们当时四个一起在教室 既然我们俩都穿越了 我想猪八和沙森应该也穿越了吧 那我们要不要再加快速度 去和他们两个会合 先不及 你没发现 观音正在后面跟着我们吗 暗西游记的剧情 应该是给你送锦箍来了 老子才不带那玩意呢 既然如此 那就不带呗 那观音要是硬塞给你 咋整 不慌 你三哥自有妙计 你先假装离开 让那观音来找我 行 系统商城 更改锦箍咒咒语 要多少积分 五千积分到千 这么贵 算了 为了好兄弟 兑换 观音姐姐 我都已经听你的去西间取经了 你还总跟着我干啥 不放心你自己去好了 不识好人心 我可是背着孙悟空偷偷来找你的 你不知道五百年前的事 这孙悟空生性野蛮 本座怕你难以降服 所以才来助你一臂之力的 如此甚好 那请观音姐姐助平僧一臂之力吧 此乃锦箍圈和定心真言 你让那破猴戴上 他若不服你的管教 你就默念此咒 他便再也不敢行凶 只能乖乖听你的话了 阿弥陀佛 多谢观音姐姐 我得先走了 一会送悟空回来看到 我们两个在一起就不好了 悟空回来了 玄奏 你这是干嘛 我试试 这警官好不好使 那猴头那么凶 万一不好使 他再给我嘎了怎么办 简直胡闹 老龙恼怒闹老龙 老龙恼怒闹老龙 龙怒龙老龙更怒 龙怒龙怒龙怒龙 不对不对 玄奏 玄奏 快停下来 玄奏 快帮我把紧箍圈解下来 可是 你只教了我紧箍咒 并没教我松箍咒啊 求求你了 我真解不了 不过我可以答应你 不再随便念紧箍咒就是了 玄奏 我们走着瞧 英仇箭 白龙马 刚刚好像有什么东西飞上来 又被你打下去了 难道是 难道是 自在天宫 自在天宫 自在吉异宫进阶板 会在人无意识的情况下进行身体反应 在大脑思考前身体就先行动 进行攻击和闪避 所以速度非常快 不完了 你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取经人吧 我摊牌了 我是观音菩萨 安排在此等候你们的 带我一起走吧 鸡变后不变 什么变不变的 按名字推测的话 猪八和沙森对应的是西游世界里的猪八戒和杀物镜 这白龙马应该是本地人 所以他不是自己人咯 怎么跟剧本有出入呢 我的剧本写的是要吞掉你的白马 然后化身白龙马 成为你的坐骑 法师 你的马呢 选这个吧 这个摩托好一点吧 你选个摩托车 后面猪八和沙森来了 坐哪里 也对 这辆法拉利怎么样 那辆不也坐不下四个人吗 就中间那辆劳斯莱斯吧 虽然贵点 不过符合我们的气质 低调奢华有内涵 行吧 积分没了可以再转 系统兑换 你们确定这碗也能吃吗 反正钱已经花了 不愿意吃 那就等着吃完老孙的棒子吧 吃吃吃 你说我们从系统商城买下来 直接开走不就行了吗 何必多此一举 你不早说 我都不敢想象 猪八和沙森看到会怎么嘲笑我们 收复了白龙马之后 唐三和孙巫继续赶路 很快便来到了观音禅院 熟读西游记的他俩又怎会 不知观音禅院里的矜持 基于他们身死加沙 于是他们决定把科威武 圣僧 我这两百年的收藏都在这了 你们都拿走吧 党一党 其他的东西可以带走 但是要把你身上的袈裟留下 你们这些妖孽真不是天高地空 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 打回天龙 打我夸张 打我夸张 住手 玄奘 菩萨 紧简箍拳还没摘下来吗 玄奘 把假发还给我 唐玄奘 快撤 补地公 出来 去西天取经的路上 帮我散播一则消息 就说 只要吃了唐僧肉 就可以长生不老 一定要让取经路上的 每一个妖怪都知道 小神奋命 离开了观音禅院后 唐三和孙巫驾驶白龙马 朝猪八飞奔而去 谁知道的高老庄 却四处也打听不到猪八的下午 原来 猪八在穿越到西游世界的时候 曾亲眼看着自己被人暗算 当初天空元帅被玉帝给下凡间 本应该投人到轮回 而那人到轮回就在出生到轮回旁边 正要进入人到轮回的时候 却看到一个笑面如眼的家伙 在暗中将他推到了出生到轮回之中 随后他就随着天空元帅转世 那么为了猪八戒 等待系统的到来 然而直到他修为等候大额金仙 都没有等到金手指的降落 而观音菩萨却让他在这里 等候唐三藏的到来 去往西天取经 想我堂堂蓝星穿越者 竟然混得这么憋屈 果然小说里都是骗人的 哪有什么系统金手指 整个高老庄找遍了都没找到 不会是猪八穿越的时候 遇到什么问题了吧 还有一个地方没找 云战洞 呆者 你在里面吗 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 这佛门如此陷害我 现在还要让我去取经 想得美 单子 你在里面吗 快住手 小八 你们是 即便偶不便 符号看向线 勾三 鼓四 行五 天王盖地虎 你是二百五 你们是唐三 孙巫 难怪你一见到我们就动手 原来当初是佛门把你推下处生道的 这佛门欺人太甚 等着吧 现在我的兄弟也穿越过来了 等我们三年二班F4杀上灵山的 再好好跟他们清算 嗯 我们F4现在就查杀三了 没记错的话 他应该正在流沙河里忍受万简穿心之苦吧 那我们别耽误时间了 赶紧去解救他吧 要不等明天吧 为啥 我还有点私事要处理 明天 明天早上一大早 我们就出发 翠兰 明天我就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了 你不是说你不会走的吗 是不是那个观音又来找你了 不是的 不是因为他 具体原因 我现在也跟你说不明白 你个负心汉 这边晚上 猪八和高老庄女子 小朋友一一告一之后 第二日三人一大卡进去 前往流沙 大王 那堂三藏一行员马上就到了 嗯 听说吃了那堂三藏可长生不老 难道这次要几杯吗 这是何物 菩萨 那黑不溜秋的东西是何物 竟有如此威力 等座也不清楚 金产子这一世 似乎很出乎意料 等座总觉得他怪怪的 菩萨 你说他会不会已经恢复了前世的记忆 什么 你说金产子恢复记忆了 不然他为何能徒手劈开五指衫 又一掌嘎了黑熊精的 此事我还得赶紧回去禀告佛祖 每七日便要承受这万件穿心的痛苦 我太难了 好不容易穿越一回 竟然变成了杀物镜 还连个系统都没有 果然是阿森 穿越成杀物镜还是那么喜欢吃鸡腿 太好了 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再见到你们 大男人一个 你哭个毛线啊 我高兴啊 你们都不知道这些年我怎么过来的 每七日便要忍受那万件穿心之苦 我和老孙也好不到哪去 旧社长命好 我觉得你过得挺滋润的 总之 我们三年二班F4在这西游世界重聚 注定要大干一场 可是我现在被这铁链锁住了 必须要大罗金线的存在才能斩断 大罗金线是吧 让我来 干杯 今日之后 我们要让整个灵山都为我们颤抖 这灵山为何会无缘无故颤抖起来 世尊 不好了 那唐三藏可能恢复了前世记忆 当年将金纱子降下凡尘 本座亲手将他的修为记忆尘封 而今他是如何唤醒记忆的 莫不是哪位圣人将士 在我西游之士上做了手脚不长 刀祖曾言 圣人不得干扰世事 哪个圣人敢违背道祖的法旨 我佛 那金纱子要不要将他的记忆在此尘封 金纱子既然已经恢复了记忆 那便由他去吧 毕竟是我佛门弟子 况且这些年的轮回 也足以让他参无本座的苦心了 只要他按部就班地抵达灵山 将经书带回大堂就可以了 如今他们师徒四人应该也都归对了 你去试探一下他们 灵山竟派出四位菩萨来到西行取经路上试探 唐老大 你是个和尚 你要长头发干嘛 我看你和孙巫都练成自在天宫了 想着等长长头发 也学一学嘛 孙巫 你看到前面的房子了吗 看到了 那不是几个男菩萨来考验你的吗 去去去 唐老大 有什么办法吗 那些菩萨来找茬了 既然灵山想试探我们 那就给他们赶点小小的震撼吧 系统商城 再兑换一把沙漠之鹰 这金铲子转是这么彪悍的吗 系统商城 来个大家伙 助手玄奘 你在做什么 大胆妖孽 这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 忽然出现一座大院 真当我们几个是傻子不成 如今还敢化成佛门菩萨的模样 来迷惑贫僧 玄奘 本座就是观音 你是观音 那我还是如来呢 还有你们几个妖孽 竟敢冒充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和离山老母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我忍不了了 揍他们一顿吧 先撤 对了菩萨 那金铲子不是被封印了前世记忆和修为吗 其实金铲子恢复法力一事 佛祖已经知晓 倒是那猴子和猪八戒的战力竟然如此强悍 真是出乎意料 本座观那猪八戒已是大罗金鲜修为 而那猴子用的是一种神通 能够在短时间内爆发出强大的战力 诸位可曾见过这一般神通 天地间能够强行提升战力的神通功法 无意不是邪魔外道 莫非他修炼了魔功不成 先回灵山 此事需让佛祖定夺 就在观音他们赶回灵山的时候 唐三几人已经到达万寿山 从现代世界过来的几人早就想品尝下传说中的人参仙 圣僧你远道而来 周车劳顿的 本官无物可奉 这里有灵国两枚 赠予圣僧解渴 那就多谢款贷了 圣僧无需客气 那你们慢用 我们师兄弟二人便不叨扰了 只有两个果子 正好一人一半咯 另一边 观音回到灵山将事情禀报了佛祖 佛祖和佛教朱天听后非常震惊 先是金蝉子觉醒前世记忆 如今又是猴子等人爆发出强大的战力 而且整个取经团队好像蒙上了一层霓 致使他们怎么都看不透 难道真有圣人出手干扰西游之事 如今这猴子等人 战力都能匹配大罗金钱巅峰了 再派观音出马的话 怕是会很难掌控局面 诸位 既然金蝉子恢复了前世记忆 加上的坡猴等人实力加强 本座以为 派个准圣坐镇更为稳妥 不知道你们二位谁愿前往 世尊 贫僧愿为我叫大业 鞠躬尽瘁死而后遗 这件事就交给贫僧吧 我去 这是要把老娘换了 不行 老娘要抗议 世尊 你弟子之见 只是引领唐三藏等人 何需出动准圣大门呢 这件事还是交由弟子去做吧 观音 西游之事 是观佛门兴生 此事不可马虎 一本座之见 还是暗世尊所言吧 你都是如来的接班人了 还跟我抢西游功德 尼勒观音 你们二人不用再争了 本座决定 这件事就交给你们二人 一并去处理吧 你们再去试探一番 看看他们背后 是否真有圣人在插手西游之事 谨遵我佛法旨 观音姐姐 好久不见了 你是不知道 之前我们遇到了几个厉害的妖怪 竟变成你和几位菩萨的模样 来蛊惑贫僧等人 当时把我们给气的 我们当场发飙 直接就把那几位妖怪给打跑了 三藏啊 你搞错了 那些妖怪不是别人 正是观音等人 不可能吧 观音姐姐是妖怪 金蝉子 本座知道这取经之路困难重重 所以前日才和其他几位菩萨 幻化成妖怪 呸呸呸变成美女 想试验一下 你对取经的信念如何 观音姐姐放心吧 贫僧取经的信念坚不可摧 天塌了 贫僧也会到达大雷音寺 取得真经的 不过话说 谁是金蝉子啊 难道他没恢复记忆 三藏 你是从哪学会的法术 哦 是这样的 当初贫僧刚出大堂的时候 遇见了一位老先生 他说见我有缘 就赞了一本凡人修仙诀与我 拿错了 是这本 这凡人修仙诀 跟太清圣人所创的金丹大道 何其相似 莫非是 三藏 既然你得此机缘 自当好好珍惜 但莫要忘了初心 一切以取经为重 贫僧明白 没想到 他们背后的人 竟是太清圣人 小点声 此事也只是猜测罢了 还需要佛祖去做定夺 这样吧 你先回去上报佛祖 我在这里盯着他们 当初我来到 这个世界的时候 就是在六道轮回 被这个弥勒阴了一把 才导致我老猪变成了猪身 这次一定不会放过他 我想到一个好主意了 看你那腹黑的样子 看来咱俩是想到一起去了 你们两个别卖关子了 赶紧说 咱们可以来一手栽赃嫁祸 今天这人参果 大家不是没吃过瘾吗 到了晚上 我可以变化成 他的模样偷走人参果 再搞个大动静出来 把这事赖到他身上 哦 孙悟的想法 跟我不谋而合 但是为了稳妥一点 我们再计划计划 确保万无一失 最好能让赈原子 记恨上佛门 我倒是有一个发现 自从我们到达武装观 我就一直在远远地观察 那棵人参果树 发现在树下 有一道封印 非常的隐蔽 也许赈原子 在里面藏了什么好宝贝 如果我们能一并偷走 并栽赃给弥勒 朕原子一定会更加 气恨佛门 这物妆冠 不是洞天福地吗 哪里来的阴风阵阵 不对啊 按照我佛门的算计 那猴子应该已经 掀翻了人参果树才是 怎么还没动静 莫不是出了变数不成 若是我坐镇西游 第一次救出问题 那岂不是要被观音 看笑话了 有了 既然你们不去触发之一呢 那本座就替你们触发好了 嘿嘿 我迷了真是个天才 而且本座还能吃到人参果 真是一举两得 唐老大 小八 阿分 时间差不多了 起来吧 一会摘完果子后 我会推倒人参果树 把动静搞大 让那清风明月发现我 我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后 你们要借机破开那道封印 拿走里面的宝贝 我去 猴子你怎么偷偷跑去摘果子了 偷个毛线 那个家伙根本不是我 那家伙是弥勒变的 小八 你确定吗 确定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那个混蛋的笑脸 人参果虽然好吃 但是它主动送上门来了 那我们还客气啥 搁几个 准备动手 玩场大了 要落手催促 好你个妖孽 好你个妖孽 竟敢冒充俺老孙的模样来偷人参果 怎么回事 大半夜这么吵 人参果树 完了完了 给俺老孙献出真身来 吃俺老孙一棒 完了 这要是真动其手来 就暴露身份 这是什么情况 二位还看不出来吗 是有人化作我那悟空服的模样 摘了你家人参果 断了你那人参果树 栽造于我等 好在我那几个徒 查觉到院中不对劲 出来查看 这才撞见这歹人的诡计 如若不然 贫僧等人怕是跳到天河里 都洗不清了 可恶 隐天脸昔绝 这不是灵山的倪勒尊王佛吗 哎 堂堂佛门未来佛祖 竟然干这等不耻之事 真是令贫僧惭愧啊 圣僧莫要自责 谁家没出过几个垃圾玩意啊 这件事我会如实跟家师说的 请圣僧不要担心 家师定不会迁怒于你的 清风 你不知道我佛门出了这档子事 我身为佛门的弟子多心痛啊 他可是我叫未来佛 竟然干出这种事 真是 圣僧不要这样 明月 马上传信叫家师回来主持公道 我去看看损失情况 大事不好了 果库的封印被打开了 里面的人参果全被偷了 金铲子他们怎么还在这里 不应该跑路了吗 清风明月 耳等哭声 师父 那人参果输毁了 果库里的人参果全没了 好你个唐三藏 本座念你是旧时 让清风明月好好招待你 你却打起了本座果库的主意 师父 不是他们干的 嗯 不是他们干的 那是谁干的 阿弥陀佛 罪过罪过 这一切都是我佛门弥勒尊王佛干的 三藏法师说是弥勒佛干的 这是何意 贫僧也没想到 那弥勒尊王佛竟然变成悟空的模样 来陷害我等 不仅盗走灵果 还毁了树根 若不是正好被贫僧几个徒弟和清风明月撞着 贫僧等人怕是跳到天河里都洗不清了 师父 是清风的疏忽 你莫要怪罪明月和三藏法师等人 这灵山真的太不是人了 算计自己人也就罢了 还用这种手段栽赃陷害 之前我就不应该答应帮这个忙 而且和我说好的知悔术 现在把我的果固都洗劫一空了 那可是存了六千万年的果案 这是绝不可能就这么算 圣僧不必自责 这件事还得多谢三藏法师了 若不是被你撞破 本座怕是也要被蒙在鼓里 你们也别哭了 这是要怪就怪佛门 你们放心吧 为师现在就去找他们逃回宫了 迷了迷了 你给本座滚出来 镇原子道友 你闯我灵山所为何事 还攻击我湖山大阵 今日你需要给我一个交代 交代 如来 今日你若是不给本座一个交代 我直接将你这灵山给掀了 镇原子道友 一人做是一人当 有什么事你直接找我 何必大动干戈 你自己干了什么 没点 数吗 道友 我想你是误会了吧 贫僧只是按咱们之间的约定形式罢了 当时我见唐三藏等人 并没有要对人参果树下手的意思 这才暗中帮了他们一把 待会让观音帮你复活人参果树就是了 莫要动怒 伤了咱们之间的和气 好一个帮了他们一把 本座头一次听到 能把栽赃嫁祸 说得这般清新脱俗的 镇原子 你不会是来灵山教我们做事吧 哼 行 就算你回我人参果树在约定之中 那你把劳子的果库洗劫一空 又是什么意思 道友 我可没动你的什么果库 你可不要血口喷人 都已经被抓血刑了 还要狡辩 废话少说 今天要么本座先翻你这灵山 要么交出本座的人参果 再赔偿本座 你们自己选吧 弥勒 还不赶紧将人参果还给道友 我只拿了树上那些 其他的我真不知道 老了 一二三 掌中佛果 坏捷万佛大阵 这一战 镇原子一人对仓万佛 打得天地破色 惊动三界 圣人的道身不得不出现 才阻止了这一切 最终灵山陪了镇原子三界 终于先天灵王 并承诺帮他将原生果树 辜辜如出 这才达成了和解 另一边 唐三等人已经来到了 白虎岭山脚下 白骨精的地盘 听说只要吃了唐三藏 就可长生不老 你放我回去 别害怕小妹妹 姐姐不是坏人 不过是想借用一下你的身份 接近唐三藏 等拿下唐三藏姐姐 就会放了你 吓老娘一跳 白鲸鲸 我去 这也太像了 就是那个学生会主席 篮球啦啦队队长 全校男生梦媚以求的笑话 白鲸鲸鲸 哥几个 我从来没有求过你们 这个让给我怎么样 你这样对得起高老庄的那些妹妹吗 几位哥哥 为何这样盯着奴家 这是 女施主 换上这套衣服给贫僧看看 够了唐三藏 你不要太过分 本女王不要面子的吗 我马上去换 可以了 换回你原先的样子吧 在古代穿成这样太奇怪 等晚上穿给我一个人看就可以了 白鲸鲸学姐不是你一个人的 四位长老 你们到底想干嘛 这样吧 以后你就跟着我们 我们这取经团队都是一帮老爷们 确实需要一个人照顾一下生活起居了 开什么玩笑 本女王要跟你们四个和尚 一起去西天取经 也不是不行 人参果 只要你跟着我们 每天都吃人参果 做劳斯莱斯 还能带你居住灵山大别野 不会亏待了你的 成交 观音 取经团队如今到哪了 引佛主 他们刚刚经过白虎里 按照我们之前的算计 此番劫难唐三藏 会和破后产生分歧 然后分道扬镳 佛主 他们并没有分道扬镳 只是没有在一同乘坐白龙马而已 那他们又为何不一同乘坐白龙马了 之前关系不是好得很吗 因为他们把白骨精收了 白龙马坐不下了 兄弟四人带着白骨精一起踏上西行取经之路 并萌生了一个可怕的降落 他们要在西行路上 把所有看得顺眼的妖怪收入人家 壮大被议好看未来对抗灵山 你们三个一起上吧 奎穆朗 天庭不是不让你与百花仙子相面 才逼得你私自下凡吗 我佛门崇尚自由恋爱 只要你败入我门下 陪为师完成西行大业 可以后就放心大胆的去恋爱吧 一切由我佛门照着 弟子拜见师父 这位是你的大师叔 二师叔和三师叔 果然是他们偷的人生果 然后栽赃给弥勒的 我去找那唐三藏算账 算了 镇原子那边也摆平了 如今最重要的是 保证他们几个顺利抵达西田 不要再出什么幺蛾子 就这样 取经团队再加一人 六人一马再起征程 不多日 他们便来到了平顶山 搁几个 前方就是莲花洞了 怎么说 不就是金角林角吗 不招人待见的 直接打了 至于那些宝贝 搁几个分了怎么样 老八 别老是这么冲动行不行 稳健才是王道 依我之剑 变成观音的模样 搁了金角银角 栽赃给佛门不是更好 你没看到观音 就在一旁偷窥吗 旁边还有个燃灯 一起来监督我们呢 老杀的办法也许可行 我们可以这样 最后 我们不仅能拿到 太上老君的那些宝贝 还能栽赃给佛门 挑拨他们和天庭之间的关系 我去 你们竟然要同时 算计天庭和佛门 为什么我要跟你们在一起 我疯了吗 小的们 去那边看看 到底是何人敢在 本大王门前生活 原来是几只小卡拉米 让我来 小狼 山头还有一只 你建功立业的时候倒了 让威师看看你的实力如何 师父放心 这凡间的妖魔 没有几个是我的对手 尊驾是哪个山头的 到我平顶山来作甚 报上名来 你听好了 无奈东土大唐玉帝唐三藏之首图 佛门高手黄袍大王奎木狼事业 等等 唐三藏的首图不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吗 那你师父唐三藏现在所在何处 说出他所在之处 本大王可以考虑收你为小弟 狂妄至极 想收本作为小弟 那倒要看你有几分本事了 山来 黄袍大王奎木狼是吧 你很强 本大王认可你了 等我带上法宝 我们再战 师父 几位师叔 我刚刚的表现如何 本事还不错 就是修为低了些 有时间让你几位师叔 好好指导你一下 师父 我这修为 此生怕是再无寸境了 这是为何 师父你有所不知 在上古风神亮节降临时 我李雄死于万仙阵中 最后浑入风神榜 虽然位列先班 但是修为再也无法寸境了 原来奎木狼就是李雄 那倘若玉帝要抓你回去 岂不是只要催动风神榜 便可让你归位了 系统系统 有没有让风神榜 无法射走李雄的宝物 有 定神装 需花费五万彪悍点 我去 这么贵 还有 这是什么定神装 这不是西装吗 你不会忽悠我吧 童所无欺 还可自选颜色欧金 行吧 兑换一套 要粉色的 徒儿莫荒 为师这里有一法宝 名为定神装 只要穿上它 那封神榜 就无法将你射走了 你怎么总能拿出 这么老土的衣服 好了 天庭的人应该也快来了 我们该执行计划了 小八 你带着小狼去金角银角的干娘那里 把捆先生抢来 孙巫 我们去莲花洞 唐老大 那我呢 你就在这里和晶晶一起留意观音和燃灯的动向 随时汇报 好好好 如今好像被唐三藏降服 败入佛门了 杨简 那扎 朕命你们下凡 将那魁木狼抓拿归岸 陛下 贫道也一同前往 如何 老君 抓拿魁木狼的事情 何须你出手呢 陛下 唐三藏等人 此刻怕是已经到平顶山了 那里有两个妖孽 正是贫道座下的童子 他们趁我睡着 偷了我的法宝 私自下反当了妖魔 所以贫道一同前往 也正好将他们二人带回来 唐三和孙巫两个老六 画过观音和灰暗行者的模样 偷偷溜进年花洞 大哥 你说那唐三藏的大弟子不是孙悟空吗 怎么变成魁木狼了 管他呢 反正我们的目标是唐三藏 只要吃了唐僧肉便可长生不老 至于他的徒弟是谁 有那么重要吗 到时候收到瓶子里 你是三客就会化为浓水了 观世音 是南海的观世音菩萨 金角银角 你二人本是太上老君的看伙童子 却私自下凡化为妖魔 危害人间不说 还妄想害我佛门子弟唐三藏 真是好大的胆子 菩萨 我们知错了 我们再也不敢了 妄想犯我佛门威严者 本座并会严惩不待 贵案 动手吧 我们已经知错了菩萨 贤弟 金角 本座念在太上老君的面子上 留你一命 多谢菩萨饶命 慧安 把这些收起来吧 菩萨 可是这些宝贝是太上老君的 那又如何 这些宝贝与我佛门有缘 自当归我佛门所有 这几件都放你呢 你身上能屏蔽天机 他们找不到 好 我们分头行动 隐天脸昔绝 奇怪了 其他人都跑哪里去了 这不是老君的杨之玉镜瓶吗 看来是天赐宝贝啊 此宝贝与我佛门有缘 自当归我佛门所有 那不是我的杨之玉镜瓶吗 怎么会在观音手中 屠萨为何在此啊 唐三藏等人取经到此 本座受佛祖所托 特地来关注一番 老君你们来此又是为了 回目狼于本座的两位童子 下凡为妖 我们凤玉帝之命 抓拿他们回天庭 观音你手上的事 这个杨之玉镜瓶是刚刚才捡到的 老君 是不是你丢的 师父 银角他被人嘎了 金角 你私自下凡 偷了我的五件宝贝 有什么脸叫我师父 还有银角怎么嘎了 说清楚点 师父 就是这佛门的南海 观世音菩萨嘎了银角 金角 你在胡说什么 哼 我亲眼所见 你看看你手里拿着什么 你还想抵赖 观音 你是不是要给频道一个解释 老君 这是刚刚天上掉下来 砸到我头上的 没想到你连说谎 都不编一个好点的理由了 他还说 这些宝贝与他佛门有缘 理所应当的就拿走了 我没有说过这句话 看看看 说谎了吧 老君你要信我 硬是有人要陷害我的 你等着 带着频道 以法力感应其他那几件法宝 若是在你身上的话 频道定饶不了你 有了 在南方 孙悟 东西放好了没有 搞定了 我办事你放心 还说不是你干的 芭蕉扇就在你这普陀山中 另外 频道的七星剑和紫金葫芦呢 这不是我放在这里的 定是有人算计于我 陷害 好 那你倒是说说 是谁陷害的你 该死的唐三藏 一定又是他们干的好事 可他如今是取经的重要人物 这是若是往他身上瘾 万一耽误了西游大业 我岂不是成了佛门罪人 既然你说不出来 那就跟频道去一趟虚迷宫吧 就这样 走了 我还以为能看到老君暴揍他一顿呢 真没劲 我们也走吧 先去将葵木狼抓回去复明再说吧 太上老君 你到我去迷宫所为何事 什么事 你问问他到底干了什么 圣人 我冤了 见到西方二圣后 观音立马将前因后果说了出来 二位 观音所言不知道真与假 但是频道亲眼所见 频道的法宝都在观音手中和道场中 所以请二位给频道一个交代吧 交代 本座需要给你什么交代 观音明显是被人陷害的 往你身为太清道友的道身 这都看不出来吗 频道亲自捉赃于他 又岂会错怪于他 准题 听你的口气 莫不是要包庇他吧 大胆 你竟敢直呼本座名讳 就算你本尊来了 也要尊称本座一声道友 区区准圣 也敢蔑视圣人之尊 今日本座就替太清道友 好好教导教导你 好一个准题道人 这些年你自闯佛门 脱离全门后 这脾气倒是夸了不少 就是不知道 你这本事增长了几分 今天就让频道见识见识吧 太清圣人 本尊 听 恭喜宿主成功 栽赃观音和佛门 获得十万彪悍点 五十万年修为 外加九品功德金莲 九品功德金莲 系统 这不会是你从阶影那时来的吧 机操物六 阶影 我不过是 让你配两件上品先天领宝 和一些丹药 帮我的童子重塑真身回魂 你至于这样吗 不会想碰刺吧 我刚刚可没打你 师兄 无至于吧 本座的九品功德金莲 被人隔空强行夺走了 而且连本座的印记都抹除了 几人将白金金和葵木狼 收入西行取经的队伍 表达玉地震 派杨姐和哪吒下界抓拉葵木狼 葵木狼 你私自下凡化为妖魔祸害人间 今日本将军受玉地之命 前来将你抓拿归案 还不快束手修行 三只眼 葵木狼已入我佛门 拜贫僧为师 他已经不是天庭的人了 你回去吧 三藏法师 葵木狼乃是我天庭的二十八星宿之一 本就是我天庭的人 你收他为徒 怕是坏了规矩吧 非也非也 我这徒儿在凡间堕落为妖魔 被贫僧以爱感化 顿入了我佛门 贫僧也只是按照佛祖的旨意 普渡众生罢了 何来破坏规矩一说 那三藏法师的意思是 不愿意交出葵木狼咯 葵木狼已经顿入佛门 他是佛门子弟 你想要带他回天庭 去问问如来那老头答不答应吧 三藏法师 这婆侯所言也是你的意思吗 也不完全是 因为就算是如来同意了 贫僧也不同意 徒吕 你莫要欺人太甚 别以为你唐三藏是取行人 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三只眼你给我挺好了 第一 贫僧法号三藏 埋葬了藏 第二 从今日起 谁敢再喊我秃驴 我就跟谁起 没想到唐老大也练成自在天宫了 你们都愣着干嘛 准备出发乌鸡国了 太吓人了 这真的是要去西天取经的吗 我感觉我们误入一个土匪窝了 这堂三藏太过分了 陛下莫要动怒 你是不是忘了 封神榜可以强行将奎木狼召回来 对啊 朕差点忘了 多谢老君提醒 诸天万神 听我号令 无乃天地好天 星宿之相奎木狼 搜索归位 搜索归位 这是什么情况 应该是封神榜的召唤 看来天庭是打算直接召回奎木狼了 可惜他们失算了 原来如此 系统出品的这小西装还真管用啊 真的能够摆脱封神榜的控制了 我自由了 怎么可能封神榜竟然无法将奎木狼召回 这 莫不是西方二圣出手干预了 不可能 封神榜乃是天书 蕴含了一次天道意志 哪怕强弱圣人 也无法干扰封神榜 没错 而且现在那西方二圣 恐怕都自顾不暇了 老君 你可能推断出一二 西游之事 小事可改 大事不可逆 究竟是谁在影响整个格局 话分两头 帮奎木狼解决了天庭的麻烦后 藏老大一行人快马加鞭赶到了乌鸡国 如今这乌鸡国国王乃是文殊菩萨座下的坐气 青尸精索化 真正的国王早在三年前就被这冒牌货扔进水井中 而作为熟读西游记的穿越者 几人便已知晓了这一切 老孙 救人 嗯 冒牌货 你自我了结 还是要我们出手帮你 什么意思 已经识破我的身份了 你放心 我们一会吃的时候会为你超度的 超度要放什么 葱姜料酒吗 那是巨星好吧 不错不错 小狼 虽然你受制于封神榜 修为无法再进一步 但你是除了你悟空师叔之外 最适合修炼自在天宫的人 今日传你的风法 一定要秦家修炼 多谢师父自神通 徒儿定当谨遵师命 养我佛门之威 小狼 咱们可不是佛门 我们只是对外宣称是佛门而已 那我们是 我们是西游第一 汉匪团队 当几人西行来到火云洞 唐老大竟直接跳入 波森起来的热水 大王 最好再放些灵药 这样煮的时候更入味 更好吃 你这和尚好奇怪的要求 但又好像很有道理 本大王答应你了 小的们 按照这和尚的要求 赶紧去准备 好久没抛药玉了 看来这次可以抛个舒服了 久违的舒适 让唐老大闭上眼睛 开始享受了起来 而红孩儿一边让人去准备药材 一边则派人去请牛魔王 和铁扇公主来共进晚餐 还是唐老大会享受 不知道红孩儿吃不吃我们 要不我们也去泡个热水澡 别捣乱了你 红孩儿好歹是我在这个世界 结义大哥的独生子 这次我们要帮他脱离 佛门的魔爪 这个唐三藏又在搞什么幺蛾子 上次去晚了一步 我的黑雄精就对这唐三藏打了 这次一定得时刻留意 傍晚时分 红孩儿从睡梦中醒来 就听到洞外一阵茶闹声 你这死牛 天天找那狐狸精鬼混 是不是都忘了自己还有个家 父王母后 你们就别吵了 沃尔 听说你捉了唐三藏 可有此事 不错 现在正在洞中顿着呢 阿弥陀佛 两位想必就是牛魔王和铁扇公主了吧 贫僧唐三藏在此恭候多时了 你在等我们 两位 你们希望红孩儿日后被他人收为童子吗 什么 谁敢说我儿子为童子 我老牛定要和他拼命 不错 我铁扇公主的儿子 岂能当别人的座下童子 二位莫慌 且听贫僧慢慢道来 随即 唐老大将他们正在经历西游八十一难 以及他记忆中会在火云洞发生的一切都告知了他们 你是说 佛门让你经过这里 就是为了寻找机会将我儿渡起西方 没错 佛门为何要这样做 二位也知道 西方土地贫瘠 灵气不如东方 人才稀缺 且封神时期发生的事情你们也都知道 灵山为了壮大己身 不知道强行动了多少强者过去 现在的灵山虽然强大了 但是形势依然如同当年一般 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势罢了 不对呀 你自己就是佛门之人 为何要将这事告诉我们 牛大哥 红孩儿是我之儿 我们自然不忍心看到他受到伤害 贤弟 哎 看来今天这糖酥肉是吃不成了 圣僧 你先前所说的一切 都是因为我跟贤弟是结拜兄弟的原因吗 也不全是吧 牛施主 你知道贫僧为什么会被贬实施吗 难道不是如来佛祖的安排吗 非也非也 其实是当年贫僧看穿了灵山的虚伪 之后也做了一些不符合佛门理念的事 所以才遭此一劫 他们想让贫僧经历实施轮回 将贫僧彻底洗脑 好沦为他们真正的棋子 不过好在老天有眼 贫僧在这一世觉醒了前世的记忆 如今贫僧也是不忍心看到牛施主这可爱的玩 遭此一难 所以才会将心里话和你说出 我之前还想吃了你 我太不是人了 哼 那佛门形势 安老牛自是知晓一些的 贤弟 你可还记得咱们结拜的其余几兄弟 自然记得 说起来 这么多年没听过他们的消息 他们现在身在何处 贤弟 自从你被压五指山之后 我们六个就遭到了佛门的追杀 他们五个全部被佛门度了去 当了左旗 安老牛命大 遇上了太上老祖 使他救下了安老牛 不然的话 按现在的下场 估计也是沦为了某位佛陀的坐骑了 等会我们就带红孩回去 免得被佛门惦记 不久后 牛魔王与铁山公主便带着红孩回火焰山去了 由于红孩没有被观音带走 后续火焰山一劫 取经团队也不会和牛魔王有任何冲突 西游至此 大师正在逐渐改变 世尊 金蝉子没有按指定的计划行事 他已经出了火云洞 并且原本该被弟子收为童子的红孩 也被牛魔王带回了火焰山 此事本座已经知晓 诸位 西游之士 陷入金正 逐渐脱离五等的算计之中 所以本座打算重启安排剩余的劫难 确保金蝉子等人能完成九九八十一难 划分两头 唐老大等人离他火云洞后 很快就来到黑水上 并在河边架起了一口大 昆仙绳 好香啊 孙武 怎么了 那两座山之间好像有什么东西 没看错吧 我记得西游记在黑水河一难 就只出现了这只陀龙罐 难道还有隐藏彩蛋 听 检测到魔戒入口 触发任务 一 闯入魔戒 寻找魔祖传承 继承魔道气韵 西游和佛魔之难 将同时进行 奖励魔道 至宝士神枪 百万彪悍点 百万年修为 二 进入魔戒 复活魔祖罗侯 奖励鸿蒙子气一道 三百万彪悍点 五百万年修为 好家伙 这里竟然是魔戒入口 佛魔之难 西游记里有这个剧情吗 西游记后传 发生什么事了 前面是魔戒入口 去不去 如果任务成功 也许我们可以一波匪 那还等什么 我们西游F4没在怕的 四位护法大人 大事不好的 五百年前大到天宫的 齐天大圣孙悟空等人 进入了天魔界 慌慌张张的成河体统 不就是区区一个孙猴子吗 来了便来了 嘎了便是 老三老四 去把他们解决了 天魔大人正处于关键时刻 不能够被打扰 我和老二再次守着 来得正好 自从到了这个世界 已经好久没活动活动 金骨了 今天正好拿这个 所谓的齐天大圣恋恋手 行了老四 他们闯进来了 别让他们打扰了天魔大人 孙悟 有什么发现没有 有东西过来了 两个 气息很强 都小心点 何人胆敢擅长我天魔界 陪你们两个选择 第一 永生永世成为 伟大天魔大人的奴仆 第二 让我们两兄弟送你们归西 呵呵 好大的口气 你就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 齐天大圣 不错 正是俺老孙 我还以为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 齐天大圣是何等存在 没想到就是大罗金仙出击的小垃圾 看来这洪荒天庭也没什么能人吗 悟空你跟他们废什么话 敢瞧不起我们西游F4 直接将他们物理超度就完事了 嗯 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狂的突驴 那你现在就见到了 还有 我说过 谁敢喊我突驴 我就跟谁挤 辛苦 天魔界发生了城市情 为何时间没搞 就经照本座 大人抱歉 是属下疏忽 让人闯了天魔界 惊扰到了大人 老二 我们走 出去帮老三他们 你这是什么功法 竟然可以瞬间提升这么多战力 两个没用的废物 连一群蝼蚁都打不过 真是丢了我们魔族的脸 别废话了 你们两个拖住他们 本座要接引混沌中的魔界降临此界 速战速决 跟我来 不好意思 我对女人不感兴趣 贫僧来超度你了 真有趣 太义金仙的境界 竟然能爆发出 大罗金仙的气势 本座给你一个机会 交出神通可饶你不死 还让你成为伟大天魔大人的奴仆 怎么样 不知你家天魔大人是哪位 介绍一下呗 无等伟大的天魔大人 便是魔族罗侯 罗侯 他不是在一万年前的魔道之争陨落了吗 哼 我真魔一族 乃是真正永恒的种族 魔族之族 怎么能那么轻易陨落呢 就算是本座灰飞烟灭 也能够历经万计回归 更不要说我们天魔大人了 只要你归是我族 天魔大人便会赐你真正的永恒 怎么样 不怎么样 太迟了 混沌魔界降临吧 这是什么情况 无知的蝼蚁 此乃混沌魔界 乃是本座以无上秘法接引混沌中的魔器降临此界 而你们这个世界的生灵根本承受不了这混沌魔器 只需要请客间就可以让儿等灰飞烟灭 你说我们这世界的生灵承受不了这混沌魔器 难道你不是这个世界的生灵吗 哼 本座怎么可能是这个世界的生灵 本座乃是混沌中最伟大的真魔一族的魔尊 不对 天道怎么允许你们混沌生灵存在呢 就算你们魔祖罗侯 当初也是经历天道洗礼才成为洪荒的一份 莫非你也经过天道洗礼或轮回了 无知的蝼蚁 都说了我族乃是混沌中永恒的一族 你又怎么可能知晓我族的手段 罢了 本座没必要跟你这个蝼蚁解释那么多 朱天梦炎 新魔魔剑 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我们像没发生事一样 自不得就在路上 小三 你从哪里学的这些歌 杨教授 你真的有办法将我儿子的那段记忆给抹掉吗 放心吧 小三这么小不应该天天承受着这种噩梦般的痛苦 这样对他的身心成长都极为不好 我会尽我所能将他的那部分记忆抹出的 那就拜托你了 这孩子自他母亲出世后 他就一直处于内疚之中 总认为是他自己害死了他母亲 每天晚上都做噩梦 我实在是于心不忍啊 放心 当他醒来就会忘记那段不好的记忆的 你先出去吧 我需要安静 不能被打扰 小三啊小三 你爸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 这次成功帮你抹掉不好的记忆 也许将来有一天 这段不好的记忆会重新被你唤醒 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正视自己走出来 原来妈是我害死了 要不是因为我 他就不会分神 为什么要把我这段记忆尘封起来 为什么不让我带着内疚活一辈子 老唐 没想到 这家伙有一段这么痛苦的记忆 而且还能在心魔下坚持这么长时间 真博弈博弈 难道你们忘了混沌盟约了吗 纱纱红王者当者死 我去 红军不会发现本作了吧 这几个蠢货 搞这么大动静出来 不行 还是得小心为妙 看来这天魔戒已经不安全了 得换个地方再说 咦 那个唐三藏好像被心魔困住了 正好本作最近打算重塑身躯 既然面前有据现成的 那就先用着吧 老孙 怎么了 刚刚好像有一股奇怪的波动出现在附近 真是奇了怪了 这家伙的神识竟然连本作都入侵不了 难道是被佛门圣人下了封印 罢了 本作只是需要一个静修的地方 不管这唐三藏能不能醒来 本作就先附在他身上就好了 这都过去半个多月了 帮他一把吧 四道土 宿主 你母亲的死 你也不需要太过自责 毕竟那时候你还年幼 而且你父亲将你的记忆尘封起来 也是为了你好 不 我妈是我害死的 都怪我 都怪我 你看看外面 和你一起穿越到这个世界的兄弟 走了你半个月了 眼睛都没闭上过 你要这么自暴自弃 把他们丢在 这个世界不管了吗 是 我对不起所有人 我怎么摊上了 你这么一个宿主 你是 妈 你看清楚 你现在不在蓝星 这里是三界 是西游世界 只要你努力 有老子给你开挂 将来复活你母亲 不是分分钟的事情吗 系统 那我现在可不可以 不行 想要复活它 你必须拥有 不配时空之力和 轮回之力反噬的实力 否则的话 你承受不住的 努力变强 只要我努力变强 就可以逆转轮回 谢谢你 若不是你提醒我 恐怕我会被困在 这黑暗中 永远都出不去了 唐老大 抱歉 让诸位担心了 你这个家伙 真是不让人省心 这位天魔大人 你这样不经过 别人同意 私自擅闯民宅 怕是不好吧 老唐 天魔在哪 我怎么没注意到 天魔 贫僧知道你能听到 别装了 滚出来吧 有点本事 竟然能够发现本作 唐三藏 看来你身上 藏有大秘密啊 不错 贫僧身上的秘密 多道恐怕你这位魔祖 都会自探不如 想要知道贫僧的秘密吗 不如我们做个交易吧 你一个小小的太义金仙 有什么资格 和本作谈交易 你可知道本作是谁 知道 不就是当年 被盗祖红军打败的 魔祖罗侯吗 谁不知道呢 哪户不开提 哪户是吧 当年是红军 杨梅他们几个群欧我 不然我早就是 这片天地的主宰了 好了 魔祖大人 要不要和贫僧做交易 且先听见如何 你说吧 魔祖 贫僧知道 五百年后 是你魔道崛起的 一个最佳时期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 看他这反应 看来佛门的劫难 是真的存在 五百年后 无天率领魔道 占据灵山三十三年 很可能就是要 以福道的气运 来助长魔道气运 复活罗侯 贫僧就直说了 魔祖 五百年后 你们魔道会 占据灵山三十三年 到时候 你会借此众生对吗 你是谁 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 就算是红军 他估计也只能 你只需要知道 贫僧能够帮你就行 帮我 你怎么帮 难不成 你还能复活本作不成 真聪明 就你 复活本作 你怕不是在说什么梦话 信与不信 全凭你吧 贫僧所要和你交易的就是 贫僧可以在二十年内复活你 而代价就是 将你的魔道传承于我 另外 我要成为 魔道未来万年的主宰 你怎么不计较 老罗 你若是五百年后 找那个什么 无天来复活你 不是同样的 要将魔道传承交给他吗 还要等到五百年后 而我二十年内就能复活你 最多也就让我 主宰魔道万年而已 这条件也不是很苛刻 最重要的是 你都不知道 五百年后能不能成功 你想想 现在盗祖师大 已经深河千道了 你以为他不知道你的算计吗 只不定已经想好 五百年后 怎么坑你呢 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 摆在你面前 可以提前复活 改变大事 你得抓住机会咯 好 本作答应你 将魔道的传承传于你 还答应 让你主宰魔道万年 但是你必须要在 二十年内成功复活本作 不然不算数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那就立下大道誓言吧 唐三与罗侯立下 天道誓言后 罗侯便把魔道传承 给了唐三 唐三也暂时接管了 整个魔道的气韵 小子 现在本作将所有东西 都传承给你了 另外 你身上承载着魔道气韵 你自己注意点 别被人发现了 老罗 说好的所有传承都传给我 你的法宝武器都没给拿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有个十二品面是黑莲 还有个是神枪来着 其他的我看不上 这两样你起码得给我吧 你是个土匪吧 好了 本作该做的都做了 希望你谢守承诺 本作累了 该休息了 你们走吧 二十年后再见 兵 恭喜宿主 获得魔主传承 继承魔道气韵 获得百万彪悍点 百万年修为 剑于宿主 以获得士神枪 奖励宿主 鸿蒙子气一道 随后 众人离开了天魔界 这一段小插曲也告一段落 在黑水和旁堂三 把收获的宝贝 分给了兄弟们后 又继续踏上了西行的道路 图经车士国时 兄弟几人原本想要还原 西游原著的剧情 捉弄一下车士国三怪 没想到 由于兄弟几人整日 以人参股为食 圣水营养成分太高 三个妖怪 喝下后进原地突破 感谢三清老祖赐下圣水 这是什么情况 第二日 众人来到皇宫里 兑换通关文碟 自以为得到三清庇佑的三妖 更加目中无人 大胆唐三藏 见到我王 为何不跪拜行礼 无乃唐王李世民的御帝 地位等同唐王 而你车士国 只不过区区翻帮小国 又如何惊得起贫僧一跪 贫僧不让你们给我行跪拜礼 你们就该偷着乐 大胆唐朝和尚 这里乃是车士国 可不是你的唐国 唷唷唷唐唐一个国家 竟然让三个小妖当道 还想不想喝圣水啊 一会搁几个再赏你们几胖 你在胡说什么 我车士国哪有什么妖怪党的 就是 我车士国这些年风调雨顺 更何况我们三位国师 乃是神通广大的仙人下凡 有他们在哪里 会有什么妖怪 很抱歉 你们口中的仙人 正是我所说的小妖怪 还是动动小指头 都能捏死的那种 好狂妄的唐朝和尚 你们敢不敢和我们斗法 对 我们比求雨 比作禅 下游锅敢不敢接 细分高下 也绝生死 谁跟你们玩那些过家家呢 小狼 给你十秒钟 下手别太重 坐下 什么 三位国师竟然真是妖怪变的 念在你们不是灵山派来的 又没在车士国做过什么伤千害理的事 就放过你们了 以后跟着我们吧 正好小白龙也坐不下了 盖个章吧 兑换完通关文碟后 唐老大一行人自车士国出来后又继续西行 西方那边 由于唐老大此前和魔祖罗侯的交易 会导致佛门的那场浩劫提前了五百年 此时的须密宫中 准提和建议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 这怎么可能 为什么那场浩劫会提前降临 而且正好是在西游结束之后降临 不应该是五百年后吗 莫不是天机出了什么差错 天机屏蔽 无法强行推算 只能看到未来有一名佛门叛徒 成为魔道化身 主宰灵山33年 看来这变数是真的 只是不知道那人到底是谁 若是五百年后 这场浩劫降临 我佛门还有时间准备 可如今 竟然提前了整整五百年啊 不行 这件事我觉得需要禀明道祖 另外让灵山那边 想办法查出那名佛门叛徒 看能不能把这场浩劫 扼杀在摇篮之中 抓紧行动 接引准提球见道祖 何时 道祖 弟子二人此次前来 是发现了一场浩劫 即将提前降临 所以来请教道祖 什么浩劫 五等发现 本应五百年后到来的魔道之节 将在十余年后到来 而那时候正是我佛门西游 刚刚完成之时 此乃你佛门之时 又是你佛门该应之节 提前便提前度过了 有何不好 可是道祖 这浩劫提前降临 我佛门戒时恐怕无法承受啊 区区浩劫都无法承受 那你二人建立 佛门的义和在 自己的事 自己去解决吧 道祖 对了 天高让你二人 在西游结束之后 尽快将功德还成 别忘了 还不如不来呢 启禀世尊 弟子查到一人 极有可能是 此次浩劫的始作俑者 且说啊 他便是我佛门世俗大护法 锦纳罗菩萨 三年前 锦纳罗在人间南部传教 遇上当地大祭司的阻拦 那大祭司 让他完成三件 常人不能完成的事情 才答应 让他在当地传教 一是杜化一个 小偷世家的后人阿溜 不再偷到 二是杜化一个 爱打架的混混阿刀 不再打架 三是杜化一个 当地的青楼女子 阿修丛良 在他完成这些事情后 那大祭司出尔反尔 欲要将锦纳罗杀掉 但原本身为 青楼女子的阿修 为了救锦纳罗 而违背了丛良的誓言 并且答应 大祭司的条件 自杀身亡 此事后 锦纳罗也被尼勒佛祖 以六根不敬的理由 逐出了佛门 我刚从禁闭室出来 不会又是我背过吧 弟子发现 那锦纳罗 已经将自己的善念 封印在了魔道之中 而他自身也快沉没了 尼勒 这件事 你是不是要好好解释一番 世尊 那锦纳罗为了传教 不惜出卖身体与阿修 破了我佛门色界 最后事情也没有办成 所以贫僧才将他 逐出了佛门 看来一切都是天意啊 普贤 你继续负责监视那锦纳罗 则是时关重大 关乎我佛门存亡 本作要马上 禀明二位圣人才行 至于西游之事 还是按计划行事 只要唐三藏等人 顺利到达灵山即可 是 锦纳是真之命 话分两头 唐老大一行人 经过日夜赶路 已经来到了通天河 老唐 怎么自从出了魔界 就总是一副 忧心忧忧的样子 我和罗侯的交易 也许会把西游季后 转中发生的事情 提前几百年 我担心会有什么变数 到时候连累到大家 别想太多了 我们几个来到西游世界 本身就是一个变数 我相信传道桥头自然指 就是 有什么事 大不了一起扛 要不大家放个假吧 嗯 师傅 那我是不是 可以回宝像国 见我的百花修公主了 赶紧去吧 三个月后再回女儿国来寻我 我老猪来到这个世界 还没上月宫见过嫦娥妹妹 老杀咱俩组队上天亭把妹去咱样 好啊 我争取把嫦娥的兔子拿下 那我去一趟花果山看看吧 嗯 不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花果山现在也破败了 那些猴子猴孙 当年应该被天亭杀得七七八八 所剩无几了 看能不能帮他们一把吧 那我走了 你自己一个人多加小心 晶晶 你呢 我没哪里可以去了 还是跟着唐老大吧 就这样 唐老大给大家放了个长假 而他则带着白金鲸独自欺行 不久后便来到了青牛精的洞府外 自在天宫 一百倍 来 哪里来的长矛和尚 哪有见面就答的 大唐玉帝唐三藏 将你埋葬了藏 唐老大 我发现你最近怎么越来越暴躁了 不会是继承了那魔祖传承导致的吧 有吗 也许这才是真实的我吧 只是你以前不了解我而已 撒谎 你是不是不想让你的兄弟看到你这样子 才以放假为理由 把他们多支开的 唐三藏 孙悟空他们呢 丁 恭喜宿主 触发系统任务 忽悠小哪吒 加入汉匪联盟 奖励六十万彪悍点 一百二十万年修为 一气化三清之术 哦 他们放假了 过几个月才回来 你找他们有事吗 上面不是说 你们路过金兜山 会遇到青牛精这个大麻烦 然后来找我帮忙吗 我等了许久没消息 便亲自下凡来看看来 等等 你手上拿的是 金刚卓 这烤着的该不会就是 来一杯嘛 我保证你会爱上他的 顺便一起吃烤肉 聊慧天 小哪吒 汽水也喝了 烤肉也吃了 咱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了吧 你什么意思 没别的意思 只是想邀请你 加入我们汉匪联盟 圣僧 我乃天庭三堂 还会大神三太子 离开天庭 玉帝那老头 不会放过我的 贫僧知道 只是让你加入我们 又没让你离开天庭 哦 我知道了 你是想让我去天庭 当卧底 对吧 别说的那么难听 就是互相有个照应而已 可是 哦 再加一箱人身果 成交 兵 恭喜宿主完成 忽悠小哪吒任务 获得六十万彪悍点 一百二十万年修为 一气化三清之处 我去 又突破了 难道这就是挂老的世界吗 这么快就要走了吗 是啊 嫦娥妹妹 我肩负取经重任 此次能上天和你见面 已经是破戒了 这样吗 那天鹏哥哥 我们什么时候再见呢 待我取经完毕之日 凡间几载罢了 于你我而言 不过是谈指一瞬间 嫦娥妹妹 无需太过挂念哥哥 如此甚好 那我走了 三月七到 朱八和沙三很快就回到夏界 和唐老大他们会合 期间奎穆朗也从宝像国赶了 如今取经团队就差孙巫还没回来了 也不知道那家伙还在花果山干嘛 不管他了 我们先上路吧 这里进去应该就是女儿国了 这女儿国怎么感觉怪神人的 话分两头 孙巫三个月前回到花果山后 就开始召回流浪在外的猴子侯孙 需要帮助花果山重建 大王 我奉你的命令 去千里外寻找长帝猿猴一族 但是他们现在的领导者 却不遵从你的号令 说你是什么狗屁美猴王 他通帝猴猴才是真正的猴王 还说假以时日 要杀到花果山让你俯首称臣 你说什么 长帝猿猴一族的首领就是通帝猿猴 小通帝 你糊涂啊 怎么能打伤花果山来使呢 慌什么 本大王乃是神猴大王 即便他是五百年前 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又如何 他若是赶来万妖山 本大王保证弄死他 神猴大王是吧 本大圣倒是要看看 你要怎么弄死我 你就是花果山的美猴王孙悟空 不错 正是本大圣 现在给你们两个选择 一是交出打伤我兄弟的凶手 然后你们万妖山臣服于我 二是本大圣今日覆灭了你这万妖山 你自己选吧 狂妄 本王不会做任何选择 你若是要战 那我万妖山奉陪到底 我倒要看看 你这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 有几分本事 自在天宫 三百倍 开 就这 自在天宫还没全开呢 你就顶不住了 不会吧 这么巧帮他激活了混沌魔源的血脉 好清澈的河水 师傅 我先去喝口水先 小狼 这河水可喝不到 为何 这河名为子母河 喝了这河水 即便是男子也会怀胎的 千万别乱喝 天下还有这等怪异的河水 这女儿国似乎还有很多不寻常的地方 我们暂且在这住下 等孙吴回来 顺便好好调查一番 我看你是想调查女儿国国王吧 反正先说好了 女儿国国王归我 其他的随便你们挑 嗯 话分两头 孙吴与通闭猴侯在万腰山一战本里分出刀下 谁知通闭猴竟觉醒了混沌魔源的血脉 实力爆炸 这就是血脉觉醒的力量吗 还真让我有种血液沸腾的感觉呢 自在天宫一千倍 开 傻大哥 速度这么慢吗 孙悟空 谢谢你的馈赠了 这股气息 你是赤康马猴 不对 你是六尔弥猴 难道你们已经融合了 没错 不会融合死猴血脉 成为新的混沌魔神 现在先让你多活一阵子 下次就轮到你了 太好了 混是四猴 已经全部淘气了 之前仅是将赤康母猴吞噬掉 就突破了准圣之境 今日要是再将通地人猴吞下 那我就是圣人之下第一人了 你是六尔弥猴 没错 通离猴 你也终于落在我手中了 现在就剩孙悟空了 这么说赤康马猴已经被你 不错 吴已经将赤康马猴融合 今天 轮到你了 今日 吴就算战死 你也休想得逞 我走 掌中火火 师兄 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在六尔将通地猴猴吞噬之后 我佛门将再添一位佛祖 等时机成熟 我们就让六尔去代替那个孙悟空 走完圣渝的取经之路 师兄 你说那灵明石猴 届时要如何处置 那猴子依我看 是不会诚心入我佛门的 既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尔 那这个旗子就可以毁了 要毁了吗 师兄 我倒是觉得 让六尔将其吞噬 完善其混沌魔猿的血脉 不是更好 你开什么玩笑 一旦四猴血脉融合 觉醒了混沌魔猿血脉 你我还能控制得了它们 也对 那届时便将其抹杀了吧 师父 怎么这么紧张 不会是因为明氏 就要见到女儿国国王了吧 不是 你们没发现这西凉女国的外围 似乎有些异样吧 这里就是传说中的女儿国 为何会有如此浓烈的鬼气环绕 难道我走错了地方不成 还是说这女儿国真是鬼国 火眼金睛 我去 这何底竟全是鬼胎 是谁 出来 敢问来人 可是孙大圣 不错 你们这些鬼怪 为何会出现于此 莫非是有什么冤屈不成 大圣爷你误会了 我等是后土娘娘自古安排在此的鬼使神差 哦 原来是后土娘娘安排的 那你们说说她安排你们在这做什么 是这样的大圣爷 相传在后土娘娘生化轮回后 感应到天地间有大量的冤魂无法进入轮回 而这些冤魂 都是来自于意外夭折的婴儿 后土娘娘试着度化她们 可这些非正常死亡的冤魂怨气极大 天都不收地也不容 这让心系苍生的后土娘娘很是为难 于是她想到了一个安置这些冤魂的方法 便是找来一批慈悲善良的女人 让她们建立了西凉女国 这群女人也就是西凉女国的祖先 女儿国建立后 后土娘娘以大法力将这些冤魂都安置在了子母河中 当女儿国中有女子当立 便需要去喝一口子母河中的水 将其中排到号的鬼胎之魂堵入腹中 将其生下 当然 女儿国的人都不知道这些秘密 她们只知道这是自古以来传宗接代的方式 她们必须要这么做 而她们腹中的胎儿出生后 就可以正常的生老病死 终是得到了天地两道的认可 可以再入六道轮回 送去往生了 这便是女儿国存在的意义了 至于女儿国为什么没有男人踏足 就是因为有我们的守护 那你们又为何要放我们进入女儿国呢 如果有了男人 以后女儿国的女人 不就不需要喝这子母河的河水了吗 是本座安排的 后土娘娘 你们先下去吧 见过后土娘娘 后土娘娘心系苍生 真是令人敬佩 孙悟空 你来自未来 对吗 后土娘娘 你 莫要紧张 你来自未来一世 这天地间除了本座外 其他人应该是不知道的 娘娘是如何得知的 本座不仅知道你是来自未来 还有唐三藏 尖鹏 卷连也是从未来的时空而来的对吧 至于本座从何得知 那是因为本座去过你们的那个时空 什么 你说你曾经去过蓝星 嗯 无真身出不了地府 只能永世以身镇压轮回 但也因此误得轮回大道 当年本座闲来无事 画出一群元神送往轮回 却不曾想这群元神误入了时空长河 投胎到了一个叫蓝星的世界 当年这群元神所化的分身意外死亡后 便带着所有的记忆回到本座身上了 本座才知道 那蓝星原来是未来的人间界 自你们西行以来 本座也有所关注 当看到你们的一些奇怪行为 和一些未来才出现的物品 便猜到你们应该是从蓝星过来的 原来是这样 只是不知道娘娘需要俺老孙做些什么 你来自未来世界 不受这个世界的天道束缚 如果有机会 本座希望你能帮我脱离天道的掌控 当然 作为交换条件 天道之下 我能保你不死 直至你成圣的一刻 那我应该怎么做 现在还没到时机 先去找你的小伙伴吧 还有 你们要经历的女儿国仪娜娜 会让这个国家面临灭顶之灾 这里是我的心绪 希望你们能保住这里的一切 老唐 大家都还好吧 都挺好的 对了 老孙你一路过来 有没有发现 这女儿国外围有些异常 嗯 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孙无疆之前在万妖山的遭遇 和刚刚在女儿国外围遇到后土的事情 都告诉了唐三等人 听你正讲 至少后土娘娘看起来是站在我们这边的 倒是这六尔弥猴 日后真假美猴王一难中 你俩注定会有宿命中的一战 要小心了 嗯 不想那么多了 反正按西游记的记载还有段时间 我们先进女儿国 次日 众人来到女儿国皇宫内 你们哪位是从唐朝来的 陛下 贫僧便是 我是DJ喜洋洋 青青草原我最狂 月亮不睡 我不睡 你是秃头小宝贝 挖掘技术哪家墙 中国山东找兰祥 全对上了 你就是神域中提到的男人 啥意思 数年前 后土娘娘曾降下神域 女儿国将会在不久后面临一场灭国之灾 届时会有一位从大唐而来的男人进入女儿国 拯救女儿国并迎娶女儿国国王 寡人想要以异国之父与你相好 奉你为王 但你要留在女儿国 把我女儿国度过劫难 你可愿意 哥几个 怎么说 还取个屁的精 你留下来称王 我们几个混个亲王 多快活潇洒 我也无所谓 反正举精仪式又不急 留下来也不错 一路上我们修为提升太快 正好有时间稳固一下 玉帝哥哥 他们都应成了 你呢 贫僧愿意留在女儿国 与女儿国共度难关 划分两头 灵山那边可就惨了 如来正在与众佛一事 忽然感受到佛门的气韵直线下降 为何我佛门的气韵会 瞬间暴跌了五分之一 谁能告诉本座 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次肯定不关我事了吧 我可不为过了 世尊可查到原有 天机太过混乱 即便本座也无法推演 按理说佛门之事 本座理应主宰一切才对 不应该啊 不行 此事须禀明二位圣人 本座要去一趟虚迷宫 你们抓紧调查此事 你此次下来 可是为了佛门气韵 受死的事情 使得二位老师 弟子愚钝 推算不到此事的缘由 所以想请二位老师赐教 此事乃是唐三藏引起的 至于其中缘由 天机平地无法推演 你自己去查清楚吧 如来 信誓淡淡地说 让金蝉子作为西游天命之人 保证万无一失 而今西游还未进行到一半 我佛门接连受到打击 你推荐的可真是个好徒弟啊 二位老师放心 弟子一定弄清楚此事 同时弟子保证 西游之事绝对会顺利完成 终于有件好事了 我佛门又添一位准圣 本以为观音会在西游结束之后 才有望突破准圣 没想到却在这个时候突破 也是我佛门之幸的 有两位老师的培养 观音突破准圣 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想起要补了多久 我佛门还会涌现出 一大批准圣强者 行了 观音正好是负责监督 此次西游之事 你就让他去调查唐三藏了 是 弟子告辞 唐你的唐三藏 竟然忘记了自己的使命 在女儿国和人澄清 破了佛门戒律 可我为什么会这么生气呢 竟然还突破了修为凭解 一定是怒气不争 毕竟一路看着他们 从大唐走到了这里 现在居然为了一个女人 放弃取经 玉帝哥哥 女儿国外围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神谕上的预言 我最近总担心 唐三藏 你好大的胆子 想不到观音姐姐竟然突破了准圣境界 当真是可喜可贺啊 唐三藏 你好大的胆子 身为取经人 肩负去西偏取经的重任 而今却堕落在女国沉迷女色 你可知罪 话说 我去取经 是以唐朝玉帝的身份去的吧 就算取不到经书 也是大唐的损失吧 你在这急什么 反正这件谁爱取谁取 老子是不想去了 唐三藏 你放肆 唐三藏 本座问你最后一次 你去不去西天取经 贫僧已经说了 谁爱取谁去 再不离开我的女儿国 我可要念锦箍咒了 如今本座乃是准圣大能 你莫不会以为 这锦箍圈还对我有用吧 天辈 好你的观音 这一长下来 整个西凉女国还能有活口吗 你身为佛门菩萨 竟然忘造杀念 真是个千大的笑话 好一个唐三藏 区区大罗金仙之境 竟然能够爆发出 比你准胜强者的气势 是本座小汉女 接下来 本座要用全力了 唐三藏 你前世本是如来世尊的二弟子金铲子 西行是你的使命 难道你忘了吗 你怎么能沉沦女色 堕落于此呢 你自己也说了 那是我的前世金铲子 老子今生叫唐三藏 藏千藏地的藏 我想去变局 不想去你们能奈我何 唐三藏 我确实奈何不了你 不过你要为了这区区女儿国 放弃取经大夜市吧 那就别怪我了 没力气了吗 刚刚的气质打出了 怎么突然下这么大的雨 原来观音是不意施展水龙 让唐三攻击 这样水龙被击散后 就会发为大力 瞬间倾泻在女儿国中 女儿国因为唐三不断击碎血 现在已经在汪洋大之中 老唐 你中计了 他想要水慢女儿国 你看看脚底下 你快去帮忙救人 这里交给我 好你个观音 你为了让我屈服 竟然用数十万百姓的命威胁我 我这次是不是做的 有点太过了 可是我为什么会这么生气 唐三藏 只要你与女儿国国王解除婚约 立刻踏上西行取经之路 我可以把海水收回 今日的事就当没发生过 天辈 开 打回天龙 打回天龙 打龙卡住 杭三藏 你过了 我怎么救过了 唐三藏 难道你忘了自己的身份吗 你的使命是要被佛门传到工方 打下坚定的基础 为何不继续西行呢 我没有忘 我只是看透了这一切罢了 不想再当一个任人摆布的工具 唐三藏 你要明白西游之事 关顾我佛门心上 此时由不得你胡闹 必须完成西行 否则本座倾倒不了你 你想要这西凉女国 因为你的任性而毁灭吗 老唐 要撕破脸皮吗 现在还不是时候 如来的实力 可比观音这种刚突破的准圣强太多了 而且他身后还有两位圣人 佛祖 要我继续西行也可以 但是要答应我两个条件 你一起说说看 第一 让观音立刻收了这海水 没问题 还愣着干什么 好了 第二个条件是什么 第二 我要六尔弥猴的命 这也不可能 六尔弥猴乃是我佛门之人 本座不可能将他的命交给你 你们不惜违背 道主当年说过的话 也要收留那六尔弥猴 别告诉我 你们收留六尔弥猴 是为了取代悟空 这家伙怎么那么聪明 好像知道了我们的计划一样 当年道主虽然说过法国传六尔 但我们佛门也不是有意违背的 是因为那六尔弥心向佛 感动了两位老师 所以两位老师才将六尔弥猴 步入佛门的 这一点 想必道主知晓后也会理解的 至于你所说的取代孙悟空 那更加不可能 那你说 你们明知混世四猴宿命中 会有一战 这时候又将六尔弥猴培养起来 是为了什么 我刚刚已经说了 我佛门苦度众生 万灵皆可成佛 就如你前世世金蝉成佛一样 那六尔弥猴 自然也可以入我佛门 成就辅导今身 既然你不能答应我这个条件 那你就答应我 六尔如今正在吞噬通敌猿猴 待到彻底融合之后 就会拥有四分之三的魔源血脉 修为更是达到准圣巅峰 即便本作不出手 这孙悟空也绝不是六尔的对手 好 本作答应你 若是日后他二人对上 佛门之人不会插手 行 那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你们回临山去吧 三个月后我会继续骑行的 三个月 你认真的吗 难道你不知道我刚结婚吗 我不用陪陪老婆的吗 不行 三个月太久了 最多给你三天时间 三天后你必须骑行 好 那我不去了 唐三藏 你 你我个退一步 一个月后你就要即刻骑行 行吧 你们回去吧 一个月后我会继续骑行的 我们还能有再见之日吗 说什么呢 我们又不是踏上不归落 怎么会没有再见之日呢 少则八年 多则十年 我还会回来的 那我等你 嗯 我走了 为什么不带上我一起走 女王陛下 莫要伤仇 他不是不愿意带着你一起走 只是唐老大他们未来的路更加危险 就连我继续跟着他们都会拖累他们的 清清你没走吗 唐老大让我留下来保护女儿国 这是他留给你的仙肝和修炼之法 六尔弥猴出关了 太好了 传本座命令 让六尔来大雷因此一事 不用了 不用了 俺老六来 接连吞噬了赤鲍马猴和通闭猿猴的六尔弥猴早已经飞西比 如今达到了转生颠送的境界 加上四分之三的魔源血脉 实力异常强大 不错不错 接下来可以按计划行事了 还冒充什么孙猴子 俺老六觉得 俺直接出手将那孙猴子拿下 再用武力让唐三藏屈服 到时候就由俺带他们来灵山去京变得了 也好 正好我之前也答应了那唐三藏 灵山不会干扰你与孙悟空的宿命一战 就按你的意思去办吧 想来那孙猴子如今也不是你的对手 如来 在这等我的好消息吧 为何您有一些不祥的预感呢 真有你的老杀 女儿国那么多妹妹你不靠 把蝎子精给带出来了 我就爱养点小动物 对拔妹那些不感兴趣 孙悟空悟空 六尔弥猴 你终于出信了 就差你了孙悟空 只要再将你吞噬 不就可以融合完整的魔源血脉 成就完全体混沌魔源 看来赤韬马猴和通壁猿猴已经被你融合了 没错 托你的福 我才能那么顺利的将通壁猿猴吞噬 为了感谢你 等我将你吞噬后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朋友 带他们去西天取经的 凡间太脆弱了 不好施展 你我到九天上一战如何 好 我正有此意 如来 你们佛门内部的争斗 为何跑到我天庭来 不就是借一下你们的场地一用吗 有什么损失大不了 我到时候赔给你就是了 我们要不要帮忙 老孙能搞定的 我们防着一手灵山的人 虽然如来口头上答应我们不插手 但还是要小心他们 八荒魔尊顾八荒魔掌 掌中佛火 老唐 你这是把底牌都交给孙悟了 连传承的魔道功法都交给他了 好戏还在后头呢 为何孙悟空会掌握魔道神通 难道前阵子佛门的劫难提前降临的预兆 不是由锦那炉引起的 但是孙悟空是他得到了魔祖罗后的传承 也就是说圣人的预言没有错 唐三藏等人到达灵山之时 就是佛门劫难降临之日 只要这么推的话 日后到达灵山的是孙悟空 而不是六二弥侯 那今天的结局是六二弥侯会败 这是魔祖罗后的八荒魔尊功 你怎么可能会 还远不止如此呢 看好了六二弥侯 是成枪 天魔九世 第九世 破仓台 太白金仙 赶紧把损失记下来 一会找他们佛门赔偿 老孙把子在天宫 开到三千倍消耗太大了 极限时间快要到了 我们要不要去帮他 这是他宿命中的一战 只有他自己击败了六二弥侯 日后才能更好的吞噬 并融合混沌血脉 相信他 没问题的 他还有底牌没有用 孙悟空 你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了 不仅得到了魔祖传承 还掌握了如此强大的魔弓 可数千倍提升战力 可惜 你的身体好像已经到极限了 没有了那魔弓 我看你拿什么和我弄 孙悟空 乖乖地与我融合吧 撤退 快追 等等 如来 孙猴子为什么会我本尊太清圣人的一气化三清之术 就是 老君的金刚镯怎么也在他手上 我怎么知道 又不是本座干的 可他孙悟空是什么人 他是不是你佛门的取经人 是不是唐三藏的徒弟 是又怎样 唐三藏乃是金铲子转世 金铲子是你如来的二弟子 孙猴子也算是你的徒孙了 既然如此 贫道自然是找你这个做长辈的算账 况且天庭被破坏的如此严重 你不是说你来赔吗 一起赔就是了 道友 你别过分 此事又不是本座干的 你要赔偿的话 去找孙猴子便是了 莫要无理取闹 你说我无理取闹 要不要找准提接吟两位圣人给你评评力 反正你的本尊也不在 到了虚迷宫 就不是你说了算了 正好孙悟空是魔道传人的事情 要尽快禀明二位圣人 好 我们上去迷宫 找准提接吟两位老师评评力 没想到吧 六尔弥猴 你吞噬了赤铐马猴与通壁猿猴 最后却为我做嫁衣了 孙悟空 你别高兴的太早 我如今乃是西方二圣的清传弟子 佛门已经定下来 让我取代你去西天取经 他们不会放任不管俺老六的 你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 西方二圣可管不了 乖乖的接受命运吧 我们怎么也没想到 他们安排来取代孙悟空的六尔弥猴 在南天文会孙悟能祭拜圣情 事后取经团队更是消失的无影无踪 四个二 要不起 太清圣人 你把我们请到八景宫来 不会是因为去虚迷宫找那两位算账 被他们赖账了 现在想拿我们做人质吧 不错 不过说实话我还挺喜欢你们的 我不会为难你们 你们只需在我这吃好玩好 让他们佛门干着急就行 我还可以保悟空 再次吞噬六尔弥猴 不受他人干扰 那就先谢过太清圣人了 太清道友 有请出来一箭一箭 你们且在这等候 平道出去会会他们 你们两个大中无的 跑到我八景宫左肾 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太清道友 我佛门的取经团队人间蒸发了 是不是你搞的鬼 是又如何 你们佛门之人把南天门毁成那样 让你们赔偿损失 你们还不认账 那没办法 平道只能把他们请过来了 太清 你不要欺人太甚了 欺你又如何 要不咱们打一架 你赢了平道立马放人 你输了双倍赔偿如何 太清道友 道祖曾言 我佛门西游乃是不可逆转的天术 而进你竟然违背道祖的法旨 阻碍西游 节也 饭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说 平道可没阻碍你西游 哼 还说没有 你刚刚自己都承认 把唐三藏他们抓到八景宫了 谁说平道抓他们了 平道只是请他们到我八景宫做客罢了 不信你进去问问他们 好 本座便进去看看 他们是不是被你囚禁在八景宫中 王诈 太清圣人 这两个和尚是谁 你八景宫的打杂弟子吗 莫要胡言乱语 这两位可是佛门的两位教主 接引和准提两位圣人 哎呦 原来是两位圣人啊 初次见面 弟子唐三藏见过两位圣人 实敬实敬 唐三藏 本座问你 你不去西天取经 为何到这八景宫来 教主啊 你也知道 这西天取经一路上困难重重 贫僧等人都快累成狗了 正好太清圣人好客 请我等上来做客 你放心吧 等我们放松一下 自然就会去西天取经了 那那那 你们都听到了 平道只是请他们到我八景宫做客 并没有阻碍你西游 既然如此 那本座要带他们回去 继续上路 你们几个跟本座走吧 等一下 你们走可以 先把天庭的损失赔偿一下 不然休想从我这八景宫带走一个人 太清 那你现在岂不是阻碍我佛门西游 岂不是违背天道定数 胡说八道 平道什么时候阻碍你佛门西游 还狡辩 你把唐三藏等人带到八景宫 还阻碍他们离解 我有阻碍他们离去吗 唐三藏你自己说说 没有 贫僧是来八景宫做客来了 太清圣人并没有胁迫我们 唐三藏 你可是我佛门重任 你肩负着佛门西行的重任 你赶紧跟本座回去 不行 你得先赔偿了再说 不然休想带走他们 道友 你这是在阻碍西游你知道吗 这是要遭天前的 贫道哪有 贫道只是请他们到我八景宫做客罢了 你看他们买得多开心 本座现在能带他们走了吧 可以了 对了 孙悟空拿去了 怎么没见到他 你不说我还忘了 那坡后偷学了 平道的一气化三清之术 这是还没跟你算呢 帮友 你不要得寸进尺 什么叫得寸进尺 平道的一气化三清之术 乃是平道的不传神通 现在被你佛门的坡后学了去 自然要交学费了 太清 你你你 师兄 我忍不了了 让师兄来解决 太清 是你逼我的 现在 他们可以跟本座走了吗 现在可以了 唐三藏 把孙悟空喊出来 立刻跟本座走 回去继续完成稀有 我不走 太清圣人如此浩客 我们玩得刚尽兴了 要走你自己先走吧 混账 你本根本做斗 少根本做废话 准提 你想干嘛 想动手吗 这里乃是平道的道场 你动手一个试试 信不信我删你 道友 你过来 该给的赔偿 我们已经给了 你还要阻碍我们 带走取经团队吗 平道怎么就过了 你们想带他们走 我没意见 但是谁也不能在平道的道场动手 这是规矩 还跟他配什么话 最终 唐三信誓旦旦的答应了接音准提 在巴紧工作过后 就会立马一次吸引 准提和接音也只能如此 先行离去了 继续 这次我要抢地主 我又赢了 多谢太清圣人的法宝 无需客气 这都是你赢走的 圣人 弟子等人还要去西间取经 这就先告辞了 至于悟空 就劳烦圣人照看一二了 嗯 且放心去吧 他在我八经宫中 没有任何人能够打扰到他的 回到凡间后 唐三等人继续一路西行 很快就来到了火焰山 师父 这是什么地方啊 这都大秋天了 竟然还这么热 这里是火焰山 不过无妨 以我们和牛魔王夫妇的感情 这一难想必会很轻松了 妈 你去一趟铁山公主那里 把八交山借来吧 包在我身上 父王 你不要护着他 若不是因为他 你和娘亲的感情也不会破裂 你再对你后娘无礼的话 就休怪父王无情了 我没有后娘 我只有一个娘 他就是个狐狸精 不配做我娘 哟 没想到俺老猪来的 正是时候啊 竟然有好戏看 八剑 你正好来评评你 这老牛竟然在外面找小三 不管我们母子死活了 哼 你还说我找小三 那你给我解释 这小子为什么天生就会老君的三昧真火 牛大哥 不是我说你 孩子是无辜的 你没证据别乱讲 而且你在外面找小三 本来就是你不对 要不俺帮你把这狐狸精带走 这样你们一家三口 又可以好好过日子了 八剑 这是俺老牛的家事 与你无关 行吧行吧 俺老猪也不是什么爱管闲事的人 我今天是来找铁山公主的 你找我媳妇干嘛 现在又知道她是你媳妇了 你也别多想 我只是找她借芭蕉扇一用 嫂子 我们路过火焰山 那里热气难耐 想要将那里的火突灭 所以还请嫂子成全 你且拿去吧 你们当初护住了我孩 这次就当是算还你们的人情了 多谢嫂子成全 牛大哥 我先走了 这牛魔王虽然平时玩得花 但对家人还是挺好的 今天也太奇怪了 像变了头牛一样 算了 人家的家事 我也不方便管太多 很快 八戒便回到了火焰山 又将牛魔王一家子发生的事情 跟众人说了一遍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我们就不瞎操心了 你们休息一会吧 我去把这火灭了 算了 不想那么多了 还不如拍几张照片 发给嫂娥妹妹 她一定想我了 火已经灭了 从此再无火焰山 老八 把扇子还给铁山公主吧 好 我去去就回 你们先上路吧 八戒 我的扇子呢 我正要给你送过去呢 嫂子 发生什么事了 为何如此慌慌张张 你们不知道 就在刚才八戒走后 老牛就一直说我和老君有一腿 任由我怎么解释 他都不听 而他呢 明明自己还找小三呢 后来我也生气了 就故意气他 说就算是又怎么样 然后老牛发了疯似的要杀我 红孩怎么劝嫁都劝不住 若不是红孩出手将他拖住 恐怕我都逃不出来了 好大的力气 牛魔王 你真的是疯了 连我也想杀 红孩呢 你把他怎么样了 你说我疯了 不 俺老牛清醒的很 那逆子敢打老子 我将他揍了一顿 交给他后娘去惩罚了 现在轮到你了 小狼 你去拦住牛大哥 嫂子 你也冷静点 牛大哥看着状态不太对 我猜他估计是被那玉面狐狸魅惑了 才不变成这样的 那狐狸精没有那个本事吧 我刚刚去找嫂子 那戒芭蕉膳善的时候 注意到那玉面狐狸的修为 不过区区全先境界 哪里有本事蛊惑牛魔大哥 可是你别忘了 狐狸一族自古以来 都有着强大的魅惑之力的 哎呀 不好 刚刚那死牛说 把红孩儿交给那狐狸精了 我得回去看看 老杀 这里就交给你了 我和老朱过去看看 这件事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没问题 这里交给我吧 我和小狼想办法拖住牛大哥 划分两头 红孩儿那头就惨了 翠云山 一条巨大的蛇影浮现而出 主人 按照您的吩咐 属下已经将牛魔王一家都离间了 那牛魔王现在已经去追杀铁上公主了 而这红孩儿已经被他打伤 现在已经昏迷了 主人只要将红孩儿吞噬了 就能得到三妹真火神通了 好 干得不错 这红孩儿本王就先带走了 等那牛魔王回来 记得蛊惑他到本王的洞府中来 本王也要将他吞掉 主人 那牛魔王 你能不能放过他 玉面 本王知道你和牛魔王的感情 但是本王需要为神侯大将军报仇 吞噬他能让本王功力大涨 而且他本就是孙悟空的结义兄弟 所以他必须死 不好 妖顿大法 血顿千里 我怎么动不了了 还有一个妖孽 竟然能够在本作的掩体底下跑掉了 罢了 本作此行的目的是红孩儿 你这妖孽 胆敢祸乱人间 伤害本作选定的童子 本来打算将你就地正法 你正乾坤的 但念在上天有好生之德 我佛有慈悲之心 今日将你打回原形 望来日你好好修行 将功补过 早日成仙 看来这里来过好几个人 有一股陌生的妖气 还有一股更强大的气息 怎么这么熟悉呢 玉面狐狸 你把我儿子拐哪去了 嫂子 别慌 三藏 就是这狐狸精蛊惑了牛魔王 致使那死牛将我孩儿打伤 现在我孩儿不见踪迹 你带我将他拿下 好好盘问一下 嫂子 你看这小狐狸 已经被人打回原形了 带走红孩儿的 应该另有欺人 那怎么办 现在耽误之急 是要找到嫌子红孩儿 被谁带走了 但是这小狐狸被打回原形 法力尽失 想从他口中得到什么消息 恐怕很难了 走吧 你去一趟天庭 找浩天借一下浩天镜吧 先查一下是谁带走了红孩儿 早的 我们先回去看能不能唤醒牛大哥 乌鸦坐飞机 跑定 牛大哥呢 清醒了没 好像晕过去了 老牛 红孩儿呢 他没事吧 红孩儿好像被人带走了 老八现在去天庭 找玉帝借号天镜 帮忙查看一番 杨检 哪吒拿去了 回陛下 他奉你的旨意 下界去请奎木狼回天庭了 如此就先不管他了 诸位 我们商议一下东游之行的细节吧 见过陛下 嗯 天鹏 你不陪唐三藏去西天取经 怎么又到我灵霄宝殿来了呀 陛下 我们在下面遇到了点事 所以特地上来找你帮帮忙 呦呦呦 能让灵山吃尽苦头的西游取经四人组 竟然还有事情是你们解决不了的 陛下 你就别调侃俺们了 到底是何事 说来听听吧 事情是这样的 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朱巴与众人讲述了红孩儿失踪之事 想要借昊天镜寻找红孩儿的下落 朕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 没问题 看样子红孩儿并无危险 已经被观世音菩萨救走了 多谢陛下相助 俺已经知道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了 小事一桩 无需客气 对了陛下 我刚刚来的时候 听你们在说东游之行 难道你们要 没错 你也知道你们西游将会引领佛门大兴 届时势必会压天庭一头 所以咱们的浩天陛下心有不甘 决定搞一个东游之行 准备和佛门争气运抢地盘 我去 可以啊陛下 这么多年 你终于雄起了 搞得不错嘛 这东游之行有人选了吗 这家伙居然没生气 反而有点兴奋是怎么回事 人选已经选的差不多了 赤脚大仙 东华上仙 哪吒 还有葵木狼 陛下 你怎么能选葵木狼呢 他现在可是我失职啊 天鹏啊 那葵木狼毕竟是我天庭二十八星宿之一 也是个人才 所以朕想让他将功补 不过刚刚哪吒已经下届去找唐三藏了 话分两头 火焰山就冬 猪八前脚刚走 哪吒就来了 和众人说明了天庭正准备东游之行一事 我去 浩天厉害啊 竟然还整了个东游之行抗衡佛门 我还以为这个东游记是西游过后才整出来的 没想到浩天这么有魄力 竟然在佛门西游的时候就搞了个道交东游 等等 让我先屡一屡 你们不是佛门的人吗 怎么天庭搞了个东游针对佛门 你们还这么高兴 难道咱们不应该搞破坏吗 我申请参加东游 还给奎木狼报名 就是准备暗中给天庭使坏啊 谁跟你说我们要帮佛门了 你居然还帮我报名了 小狼 既然小哪吒已经帮你报名了 你便和小哪吒一起参加这个东游之行吧 天庭东游之事 你们也无需暗中搞事情 按部就班来就行了 甚至要努力把我们道交发扬光大 知道了吗 好吧 我去 我怎么浑身都痛 是哪个王八蛋打我的 咦 你们也在这里啊 悟空呢 牛大哥你终于清醒了 我到底是怎么了 好像有人对着我喊了一声乌鸦坐飞机 我就晕过去了 之前你做了什么也不记得了吗 我做什么了 俺老牛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我孩儿呢 他不是一直在你身边吗 我知道是谁带走红孩儿了 什么 你说我被人拐走了 八戒你快说 他被观音带走了 不过确切的说 是他就走了你儿子 随后 猪八将在浩天镜上看到的一切都告诉了众人 都是你这死牛 整天在外面沾花惹草 现在好了吧 害得红孩儿差点被人吃掉 最后还好是被人带走了 嫂子 别怪牛大哥了 眼下最重要的是把红孩儿就回来 可那是观音菩萨呀 佛门四大菩萨之一 他看上红孩儿做童子 还能将他要回来吗 放心吧 我们很熟了 嫂子你在这里照顾牛大哥 小狼 你可能扎回天庭负面去吧 我们三个去南海把红孩儿带回来 那就拜托诸位了 三藏 以后你们几人就是我老牛的兄弟了 只要有哪里需要我老牛的 我这条命都可以给你们 红孩儿 本座念你修行不易 天赋甚佳 想要收你为徒 你可愿意 生性如此顽劣 本座要替你娘好好管教管教你 赶紧放了我 快放我出去 观音姐姐 好久不见 唐三藏 你不去西天取经 道我南海子竹林有何贵干 自然是为了红孩儿来 观音姐姐 你把他带走了 你可知道他娘有多担心他 若不是世人皆知 你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 贫僧还以为红孩儿被坏人拐走了呢 唐三藏 本座见红孩儿天赋异禀 是个可诉之才 所以才将他带回南海子竹林 收他为徒的 等等等等 观音姐姐 收人为徒 也问人家同不同意啊 红孩儿 你愿意当他的弟子吗 我不愿意 我要回家 观音姐姐 你也听到了 人家不愿意 你总不能强行收他为徒吧 唐三藏 你也知道红孩儿天性顽劣 迟早会出大事 本座也是念他天赋异禀 采取了爱才之心 要将他留在身边教导 这就不劳观音姐姐费心了 贤侄 还不快谢谢观音姐姐的救命之恩 多谢观音阿姨救命之恩 不过这次真要感谢你 救下我这贤侄 一点小小心翼你便收下吧 后会有期 老沙 我的奔波尔爸考熟了没有 这条是霸布尔本 还早呢 考好了就喊你 老唐呢 还在修炼吗 那呢 又在修炼他那本 仪器化三清之术 之前孙武几天就学会了 他这悟性真不行 难怪他要开挂 唐三怎么也没想到 系统给了仪器化三清之术 修炼到最后一部原神 竟有种分裂的感觉 不久后 在他的原神深处便出现了 两道拥有独立意识的道神 见过本尊 系统 你确定你给我的是仪器化三清之术 不是斩三师之法吗 出来的是独立的道神 类似斩三师之法 可将善师与恶师斩出 只不过在高配版的 仪器化三清之术中 没有善恶之分 统一称为神与魔 以你如今的境界 只能画出一个道神 具体哪一个 你自己选吧 本尊 先让我出来吧 我能够帮你搅动风云 正好你那魔道传承 可以继承给我 行 那就你先出去吧 正好给我探探路 不是 按正常剧情 你不应该跟我争着出事吗 不不不 我觉得有必要狗一波再说 这个世界太危险 准圣都有可能陨落 所以我觉得我有必要等到 本尊成圣后再出事 你可是本尊的神性啊 这么狗 停停停 就先让魔道分身出事吧 要赋予一个什么样的容貌 给魔之道神呢 有了 爸爸的好朋友杨教授 当年在蓝星 能将我的那段记忆尘封起来 想必也是个奇人 平时也很神秘 很符合我这魔之道神的气质 老唐 这不是 杨教授 不是 这个是我的魔之道神 只是将杨教授的容貌赋予他了 大家就暂且叫他小黑吧 我去 道神 你什么时候会斩三师之法 系统送的一气化三清之术 不知道为何我修炼起来会不一样 很难解释 真是火酒剑 在西游世界还能见到蓝星的人 拍个照记录一下 老唐 小黑哪去了 这是祭赛国丢失的国宝 帮你们取回来了 毕波坛的九头蛇 刚刚也顺手解决了 明日你们拿着这个去找国王 便可以兑换通关文书 继续上路了 不愧是魔道化身了 人狠话不多 小黑 魔道之事 之后便劳烦你了 神枪今日也一并交给你了 放心吧本尊 我办事你放心 从今往后 我会让佛门颤抖在魔道之下 后会有期 此宵宫中 正在打坐的道祖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嘴角微微一笑 小三啊小三 你这孩子 还真是让人出乎意料啊 也罢 老夫这肖像权 就暂且借给你们使用吧 次日 唐三几人兑换了通关文蝶之后 便再度踏上西行的征途 下一站便是小了阴寺 由弥勒佛坐下弟子黄梅老祖 在此设下了一难 没想到这样的美差 还能轮到我黄梅 这段日子在人间过得太舒服了 据说那唐三藏几人 马上路过此地 到时候只要给他们制造点麻烦 待到西游结束 就能奋得一些功德 何方妖怪 万妖女王 乖乖地让我吞噬吧 跟天魔宫 不好 黄梅被打了 难道是唐三藏他们到了 不行 得去把我的人种带和金挠收回 不对劲啊 这里这么重的妖气 怎么没看到一个小妖呢 说好的黄梅老祖呢 难道是听说过 我们的光辉世纪 太怕地提前跑路了 有可能 毕竟咱们的威名 已经传遍三界了 哟 这不是咱们弥勒佛祖吗 老熟人又见面了 不知道弥勒佛祖降临此处 有何贵干 本座下凡 是为了追寻孽徒黄梅 他趁本座不注意 跑到这里为妖了 本座本想将他降服 带回灵山 没想到你们把他嘎了 此事本座可以不追究 但是他身上的两件法宝 人种带和金挠 本座希望你们 能将这两件法宝 无归言主 弥勒 你那弟子黄梅 我们连灭的都没见过 不是我们嘎的他 还有你的什么法宝 我们更加不知道 唐三藏 你又想耍赖了是不 都说了不知道 你别得寸进尺了 弥勒 我问你 当年我进入六道轮回时 是不是你把我推到畜生道里的 难道当时被发现了 不可能啊 明明做得很引力 八戒 你莫要污蔑本座 还跟他费什么话 上次在武装罐让他溜了 这次不要放过他 唐三藏 你们几人想干嘛 自在天龙三千北 八后摩孙宫 八后摩长 八方摩争宫 天资地面 八方摩争宫 摩怒火炎 可恶 又让他溜了 并检测到自主行为过于彪悍 奖励二十万彪悍点 四十万年修为 加长盘紧箍圈一个 混元圣人体验卡一张 好家伙 又突破了 老唐 你这体验卡多长时间呢 只有三分钟 我怀疑系统是在内涵我 这个倒还不错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前方朱子国 一难会出现的金毛猴 就是观音姐姐的坐骑 那还等什么 赶紧出发吧 划分两头 自上一级唐三的摩之道 身与他们分开后 便独自前往天魔界 看来是本尊又突破了 也好 此次天魔界之行 就更有把握了 罗侯 出来见我 何人敢敢擅长我天魔界 我去 红军 罗侯 好久不见 红军 你怎么找到我天魔界来的 就算你一身合道 你也发现不了 本座的天魔界才对啊 而且 你本尊怎么能降临三界 这严重破坏了天地规则 你就不怕天道凡事吗 你说 我是红军 难道你不是 我胆还没那么肥 敢冒充道祖 那你这张脸怎么解释 这张脸的主人 是本尊在蓝星 一个叫杨教授的故人 在蓝星的时候 还帮本尊封印过一段 痛苦的记忆 不对 蓝星那个灵力匮乏的星球 根本就没有修仙者 能有这般手段的 难道 道祖也去过蓝星 你到底是谁 为何闯入我天魔界 本座唐小黑 罗侯 今日我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立下大道誓言 沉浮于我 第二 被我吞噬 是神枪 你怎么得到的 唐三藏了 这是 这是本座的魔道传承 还有魔道企业 劳斯数道山 一 这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与唐三藏 互相立过大道誓言 我能改应到 他还没嘎 魔道传承 为何会被你夺击 三三 好强 完蛋了 难道我一代混沌魔神 就要就此远落 算了 留得青山再不怕没柴烧 大丈夫能屈能伸 不就是臣服吗 我愿意臣服 行 那你立下大道誓言吧 向我堂堂魔祖罗吼 竟有一天会沦落至死 快点 主人 你到底是谁 还有你把那唐三藏怎样了 老子是唐三的魔之道身 这个容貌也是他赋予我的 至于你说长得像道祖 也许就是巧合吧 我去 你别大惊小怪了好吗 好歹也是堂堂魔祖 最强的混沌魔神之一 我这不是还没重回巅峰吗 不然你以为你们两能轮流 在我身上占便宜 行了 别废话了 跟我去一桶魔界 另一边 尼勒回到灵山后 便和众佛讲述了 在小雷音寺遇到的事情 什么 你说唐三藏 猪八戒和沙悟镜 都掌握了八荒魔封弓 没错 而且如今他们借助那奇怪的弓法 都能爆发出准圣境界的力量 难道说 他们几人都得到了魔道传承 世尊 接下来怎么办 路经拿他们也没什么办法了 只能保证他们顺利抵达灵山 完成西游 取经墓上的小妖 如果是灵山派去的 你们都盯好了 别再惨遭他们几人的毒手 不好 他们快到朱子国了 我的金毛好 你们把我绑在此处作甚 等你的主人来救你咯 唐三藏 本王一定要你付出代价 聂处 你修得放肆 你这聂处 趁本座不注意 竟然偷走本座的紫精灵 私自下凡为妖 还不快快将紫精灵交出来 屠萨 小妖知错了 不过紫精灵刚刚已经被他们抢走了 观音姐姐 干嘛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们 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 这妖孽是我们降服的 他身上的宝贝自然就归我们了 唐三藏 本座说了 他乃是本座的做其金毛狮猴 趁本座不注意 偷走了紫精灵下凡为妖的 现在 本座要将它带回去 麻烦你将那紫精灵还给本座吧 你意思是 这紫精灵原本就是你的 只是被这小妖给偷走了 没错 若是这样的话 那便还给你咯 又来 唐三藏 你别以为每次拿个圈圈 就能当紧箍圈用 上次佛祖赐下的那没紧箍圈 已经被我收回了 老唐 这西天取经真是越来越没意思了 这路上的妖怪感觉跺跺脚都能震碎 就是不知道老孙现在怎么样了 在太清圣人那里闭关好久了 老孙应该很快就能回来 你们不要掉以轻心 最近我总预感三界都有大事发生 我们在这休息几天 就尽快起身继续赶路吧 你敢信 这几个穿越到西游世界的家伙 竟然给自己放起了小长假 而此时的上古妖亭中 一道人影正盘坐在大殿之上 浑身上下透露着一股帝皇的气息 在他的身后 一个巨型的阵法传出震震恐怖的波动 终于成了 我路亚终于将这混元和落大阵炼化了 如今 我已得混元和落大阵和周天星斗大阵 马上便能继承父辈的荣耀 再现我太古天庭的辉煌了 原来 上古法宝攻击中就封印在太古天庭中 只要将两个大阵完全炼化便可开启 难怪我这些年寻遍三界也没发现一丝踪迹 如今却是得来全部费功夫 简直天助我也 以无路鸭之名 焚无妖黄之血 东黄中还不快快认主 此刻 东黄中的终生响彻扯了三界 似乎在向世人宣告着 沉睡了无数岁月的三界之主 即将重回这片天地 如今整个太古天庭和东黄中都被我掌控了 加上有混元和落大阵为根基 除去圣人之外 任何来犯之敌都无惧了 今日无路鸭以妖黄之名 重组妖族天庭 无妖族而郎呢 速速前来天庭 敬见你们的新皇 这是东黄中 太古天庭传来的声音 走去看看 是东黄中现实了 此乃仙庭之宝 镇压太古天庭的无上之宝 现在现实 难道太古天庭要重现三界了吗 传阵口语 东游之行暂停 所有天兵天将 为天庭备战 这三界只能存在一个天庭 东黄中想 是太古天庭现实了 那东黄中与我佛有缘 当为我佛门的镇教之宝 所有人与本座一同 将镇教之宝东黄中接引回来 浩天道友 太古妖庭出事 首当其冲的就是你天庭吧 不知这件事你当如何呢 如来道友 你莫要忘了 你佛门众人 那个佛陀菩萨作家没得妖手作急 如今太古妖庭现实 那陆鸭又自封妖王 想要重新一统妖族 到时候 你佛门想要独善其身 恐怕也是不可能的了 这就不老好天道友担心了 我佛门有二位圣人庇护 让那陆鸭如何蹦的 也奈何不得我佛门的 倒是道友你的天庭啊 要知道 自古以来 一山不容二虎 何况是两个天庭呢 如来 你什么意思 别以为朕不知道你的想法 你想看我们两个天庭互相争斗 在左手渔翁之力 道友说的哪里话 这是你们两个天庭之间的争斗 与我佛门何干 这也不跟你废话了 要么你我联手 仗果平分 要么你佛门就一边呆着去 别给朕倒了 当然 如果你不与我天庭联手 你到时候 也别想唠叨一点好处 别以为你佛门 可以拿两位圣人来压我 朕乃是道祖亲定的天地 这家伙还真是越来越霸道了 若是路压被他拿下 那太古妖庭的一切 岂不是权贵的天庭所有了 道友 联手倒也不是不行 就是这利益怎么分的 道友这么说的话 是要和我天庭 一起讨伐这妖庭了 没错 这样吧 解释东皇忠与太古妖庭 归我佛门 混缘何洛大镇 和周天星斗大镇 归你天庭如何 如来 你当我傻子吗 不然你说怎么分配 混缘何洛大镇 和周天星斗大镇 归我天庭 东皇忠可以给你佛门 但是那太古妖庭的契运 我们一人一万 好 成交 吴白泽率领十万妖众 参见妖皇陛下 吴济盟率领十万妖众 参见妖皇陛下 吴英昭率领十万妖众 参见妖皇陛下 吴鬼车率领十万妖众 参见妖皇陛下 吴鬼车率领十万妖众 天地间绝不允许出现第二个天庭 如来佛祖 你来此又是为何 难道你佛门也不允许出现第二个天庭不成 乌鸦道友 你那东皇忠与我佛门有缘 本座想要借用一番 天庭居然与佛门联手了 看来这上古妖庭有大麻烦了 要不我们悄悄混进去吧 这上古妖庭里肯定有不少好宝贝 等他们打起来 我们来个浑水摸鱼 好主意 小黑 卢侯 你们怎么来了 本尊 让我去吧 如果有什么危险 你们在外面随时接用我 罗侯 你怎么成了小跟班了 如来道友 随我一起出手将他镇压 你们两个不就是基于我妖庭气域和东皇忠吗 有本事就过来拿吧 混元和洛大阵 起 不好 这鹿鸦不仅得到了东皇忠 还炼化了混元和洛大阵 据传闻 这混元和洛大阵 乃是上古妖族天庭的两大护戒大阵 此阵乃是妖皇帝君由先天灵宝和屠若书中领悟 根据后天之术所创 能够忽视时间的流逝 在阵中沧海桑田 就是一瞬间 若不能及时破阵 就会被永远困在这阵中无法出去了 没想到吧 让你们也尝尝这混元和洛大阵的厉害 当年巫妖一战 十位祖乌自爆了九哥才破了这大阵 今日你们天庭和佛门 是否做好牺牲九位准圣的准备了呢 昆鹏见过妖皇陛下 恭喜陛下重现妖族荣光 昆鹏妖师 他怎么会来 这家伙心胸狭隘 骄傲自负 当年若不是被帝君和东皇太医掌控了一丝真灵 他都不能心甘情愿地为妖庭卖命 不过好在东皇太医临死前 将昆鹏的那一丝真灵打入了东皇中之中 只要东皇中在手 就不怕这家伙不服管教了 对了陛下 先前我看到佛门和天庭的人来势汹汹 为何不见人影了 这是混元和洛大阵 陛下 你将他们都困在了这大阵之中了 没错 好天道友 全力出手吧 这混元和洛大阵 虽然自称一戒 坚固无比 可这鹿鸭 却远不及当年帝君和东皇太医 由他操控此阵 我们两人联手 应该可破 来吧 让朕看看这混元和洛大阵 有多厉害吧 不好 是浩天和如来出手了 这俩的实力这么恐怖 混元和洛大阵 竟然被撼动了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路亚道友 混元和洛大阵一破 且看你还有什么能耐 传说中的混元和洛大阵 也不过如此 如来 浩天 想不到你们还真是有点本事 竟然能够破了这混元和洛大阵 不过 不要以为这样 就能打败我妖庭了 众妖庭令 今日 佛门与天庭犯我妖庭威严 是必要让他们有来无回 给我杀 昆鹏 你又想和当年一样 临阵脱逃吗 只要你能助妖庭解围 那我便还你自由 如何 妖皇陛下 此言当真 你没有别的选择了 好 希望陛下你说话算话 如来道友 那昆鹏就交给你了 我去会会这卢鸭 卢鸭 还不快快解散妖庭 兴许朕还能饶你一命 做梦吧你 河山大人 按我们之前的预定 皇忠归我覆门 这种皇忠 本座收下了 道道道道祖 竟然是道祖降临 无能参加道祖 难道真有这么像吗 如果这张脸真的跟道祖一摸一样 本尊赋予我这个容貌的时候 道祖应该有所感应 而经过了那么久 没有任何动静 难道是默认了 呼叫本尊 呼叫本尊 本尊收到 本尊收到 请讲 你摊上大事了你知道吗 罗侯刚刚跟我说了 可是这张脸不是咱前是杨教授的吗 难道道祖还去过蓝星不长 杨教授的名字叫什么 君红 反过来念呢 红君 现在在我面前 天庭佛门和妖祖都喊我道祖呢 我怎么办 要不你试试看装一波道祖 看看道祖会不会有什么反应 这也能试的吗 有反应那我不是小命不保呢 你自己看着办吧 太古妖婷本该也没在 历史一刻之中 不该复制 所有人 即刻退出太古妖婷妖婷 都散了散了 快离开这里 不然道祖要发飙了 昆蓬 你是不是想要回自由 请道祖成全 你暂时先镇守太古天庭吧 这一次真灵 日后有机会自然回还给你 弟子谨遵法旨 路亚交出汇园和洛大阵 和周天星斗大阵 道祖 你也窥探我太古天庭的阵法和气韵 嗯 我教我教 好了 你们都下去吧 汇园和洛大阵 周天星斗大阵 以及太古妖婷的气韵 已经到手了 另外 东皇中内蕴含一丝昆蓬真灵 那昆蓬也会为我们所用 我准备在这太古妖婷里叫 你有没有意见 立吧 我没有意见 我们还要把西游剩下的路走完 一会便继续上路了 下一站 好像就是西游记载中最恐怖的一难 石头岭了 也不知道老孙那家伙融合得怎么样了 放心吧 他一定会成功的 就是不知道他出关会强到什么地步 混沌魔源 起码也是混元圣人起步吧 我去 那老孙要是真突破了混元圣人 道祖又是自己人 那咱们以后再三界 岂不是可以横着走了 一切还得等他出关才知道 走吧 去石头岭 石头岭三妖 何可知罪 我们有何罪 吃了石头城那么多人 你还不知罪吗 这些人如果前世焚香拜佛 行善积德 必然投胎到中原府地 能投胎到这石头城之人 皆是前世作恶多端之人 我们顶多算是提前超度他们 他们还应该感激我 才是 就是石头城就在灵山脚下 佛祖都没找我们问罪 你在这叫什么 难怪一路西行 离灵山越近 妖怪反而越多 就是灵山那般孙子怪着你们的 要不然 这世间如果没有厄运 没有灾难 人们又怎么会去烧香祈祷 若时间太平 谁还会去拜佛 无欲就无求 没魔就没佛 一念成魔 念处 受死吧 唐三藏 你到底是佛是魔 我若成佛 天下无魔 我若成魔 我乃我何 自在天宫一万倍 这家伙是准胜巅峰 唐三藏 我们可是佛门高层的坐骑 你不能杀我们 今天就算是如来亲自求情 也没用 八荒魔尊功 昆天葬礼 一只也别想跑 金石大鹏 自你诞生以来便以众生为食 今日 我唐三藏以人族的名义 向你讨要这份因果 唐三藏 你可知道我是谁 快放了我 我的好侄儿 快救我 唐三藏 你也知道他的身份 住手吧 把他放了 你嘎了青石和白象之事 我可以不予追究 我要是不放了 大胆 唐三藏 胆敢违抗师命 还不快放开金石大护法 师命 谁是你的弟子 今日就算是道祖来了 我要在你面前捏爆你的小鸟 唐三藏 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 秘图 本座待你不薄 为何要做出如此违背佛门之事 难道背后有人指使不成 无人指使 我只是单纯地觉得 佛门的宗旨与我的理念不合罢 唐三藏 你 混账 唐三藏你敢杀我凤凰一族的血脉 今日本座定饶不了你 你弟弟吞了那么多人 迟早会受到夜火焚天 本座不过是提前将他超度 你应该感激我才是 荒唐 他可是我凤凰一族 再不争气 也是我孔宣的唯一亲人了 是那些凡人能比的吗 又鹤 一只小鸟 还高贵起来了 唐三藏 废话少说 受死吧 接引圣人的功德金脸 怎么会在你那里 这怎么可能 该轮到我了吧 这是何物啊 南无加特林菩萨 六根清净平油弹 一吸三千六百转 大慈大悲度世人 孔宣佛母 他那魔宫有时间限制 坚持不了多久了 我证明挡住他 一会你招准时机 将他吞下 带他去去迷宫 找二位圣人 好 你坚持住 我的好大二 唐三藏 我看你还能坚持多久 就是现在 快施展那一招 老唐 让他去 一切都在他的计算之中 可是真的没问题吗 你别忘了 他还有一张 混元圣人体验卡 虽然只有三分钟 也足够打败 那两个贷款圣人了 让他去做个 彻底的了断吧 孔宣 做得好 二位圣人 唐三藏 我已经帮你们前来 什么时候还我自由 孔宣大明王 你且放心 待到西游结束之后 便还你自由 希望将来 二位圣人信守承诺 没想到 本座的功德金脸 势而复的 也算是喜事一桩了 唐三藏 见到本座二人 还不跪下行礼 我可不是来这里 跪你们的 要不我们 做个交易如何 大胆 你有何资格 与无等做交易 师弟切莫动怒 何须跟个小辈计较 待会你我出手 将他读话 他便会乖乖跪拜你我 唐三藏 你且说说 你要与我们 做何交易 很简单 我会继续替你佛门 顺利完成西游 但西游结束后 我要分得西游一半的 功德和气韵 如何 混账 你在耍我们 师兄 莫要再跟他废话了 我们出手将他的记忆抹掉 然后再重新度化 他就会乖乖地 继续完成西游了 看来 两位圣人 是不同意我的建议了 什么 唐三藏成事 还是 还是混元圣人 这是混元圣人之力 这个方向 是须迷宫那边 莫不是准提 和接引其中之一 修成了混元大道 不可能 就那两个贷款圣人 连普通圣人都比不上 如何能修成混元大道 师兄 如何 天机无法推演 当今三界之中 除了我们老师 还能有谁是师兄 你无法算到的 还有一人 唐三藏 这就是圣人的力量吗 接引准提 现在本座有资格 与如等座交易了吧 唐三藏 真是小看你了 没想到你 竟然成就了混元圣人 难怪一直算计你的灯 你们两个一起上吧 免得浪费时间 太猖狂了 师弟 一起出手 将他针压 区区区贷款圣人 也敢与我争风 师兄 你没发现吗 他不是真正的圣人 他的力量 像是被人灌体的 周围那恐怖的天地异象 已经消失了 他的力量 正在慢慢减弱 本座就说嘛 天地间怎么可能突然出现 一尊新的圣人 原来是借助了外来力量 看他还能坚持多久 被发现了吗 还剩一分钟 不过对付你们两个也足够了 做个了结吧 自在天宫一万倍 八皇魔宗公 八皇魔杖 师兄 我好像被压制住了 完全动缠不了 盗祖红军竟然真的和蓝星的杨教授 长得一模一样 他们是同一个人吗 盗祖红军竟然真的和蓝星的杨教授 莫要再起争斗 且西游乃是天道定数 此书不可逆 不可不为 躺三藏 西游之事继续完成 莫要再惹是生非 盗祖亲自出手画脚 此事看来只能就此做罢了 可惜了我的混元圣人体验场 白用了 知道了 建议 西游之事如期进行 佛门当大兴 如等与唐三藏的恩怨 也就此结果 莫要再为难他们几人了 谨遵道祖发指 那个方向是八景宫传来的 不好 孙巫有危险 道祖 那唐三藏还没把功德尽联还我呢 怎么跑了 刚说了 莫要再与唐三藏起争执 其余的是 等西游谅解之后再说 我去 这又是什么情况 这几个举精人 怎么回事 那猴子也要正道 混元圣人吗 走 去后院看看 转圣巅峰了吗 我能感觉到 能够突破那一步了 区区转圣巅峰还不够 今日我孙巫就要正道成圣 给我突破 不好 猴子有危险 天道要抹杀他 好好好 没想到这茫茫的宇宙 竟容不下我混沌魔元一族 那我今日偏偏就要成就混元圣人给你看 天不容我 那我便战天 给我突破 不愧是战斗民族啊 连天道都不惧 可若是混沌魔元一出 这天地怕是要乱了 猴子啊猴子 你还是待到西游结束之后再成圣吧 雷姐消失了 时老师出手了 将他全神混沌魔元的血脉给封印了 如今他突破不了混元圣人 天道也不会将他抹杀了 孙巫 没事吧 没事 你怎么搞得比我还狼狈 老猪和老沙呢 他们还在石驼城等我呢 我们一起回去吧 道祖已经发话了 西游奶天到定数 我们还得把这段路走完 那便去吧 还记得我们在这个世界相遇 第一天就说过的话吗 如今就算那里有十个如来 我们也不去了 自唐三藏在石驼里面打了三腰 孙巫融和了混沌魔元血脉回归之后 取经路上收到消息的小妖怪都躲得远远了 很快 几人便来到了比丘国 请问老者 这城门上写的是比丘国 怎么改成小儿城了 原本啊 这是比丘国 至如今啊 改名小儿城了 What the fuck 这老同事说了个寂寞 你们过来看看 西游记第78回 比丘国国王身染重病 昏庸的国王听信妖言 要用一千多个男孩的心肝做妖言 为此传下圣旨 命百姓选送小儿 装入鹅龙 听后使用 抓紧进城救人 这已经触碰到我们的底线了 老杀老猪 你们把被关的小孩救死来 送回各自的家里 老孙我们去皇宫 分头行动 哪里来的秃驴 赶快放了我 你才是屠驴 睁大你的狗眼 好好看看 神匹假杀 爆炸头 你就是那个去西天取经的唐朝和尚 正是你爷爷我 唐长老 我并没有在取经路上为难你们 我知道 你们是来比丘国兑换通关文碟的 陛下一回就给你们盖章放你们通行 你们莫要多管闲事 我多管闲事 你身为寿星做起 私自下凡为妖就算了 竟然宣扬这种长寿之法 遇害一千多个孩子 用其心肝做药 你们死一千次都便宜你们了 唐三子 你不能杀我 你知道我是兽星工作旗 我是有背景的 第二日传来消息 国王死在了自己的皇宫中 旁边还留了几个字 多行不义必遭天遣 他们马上就到灭法国了 到时候正好借唐三藏之手 惩戒一下那个不知好歹的国王 这取经路上的小妖怪全都跑了 很正常 我们的光辉事迹 估计早已经传开了 哎 好不容易这里有个女妖怪啊 不就一个女妖怪吗 你去爱聊看看 这里面都是真人 随便点进去 一个女生都能看到她的长相年龄收入 都在一公里内 还是女主主动找你聊的 你想聊哪个聊哪个 便接放走下脚了 最近新入出了很多着急脱单的美女 条件放得很低 你快去看看 万一缘分就在里面 真的 那我马上去看看 嗯 几位切莫继续前行 前方乃是灭法国 那里的国王曾发誓要杀够一万个和尚 如今已经杀了九千九百九十六个 还差四个 你们若是再往前去 必死无疑啊 这老头怎么有点眼熟 看来是有人在特意引导我们去灭法国 不过这个灭法国国王思想如此前卫 我们也没理由不去见上一见 尔等和尚 好大胆子 明知道本王最讨厌和尚 还敢前来 来人 把他们抓起来 等一下 你哪里看出来我们几个是和尚了 嗯 前几日还有仙人托梦于我 说有四位和尚会途经我灭法国 去往西天取经 你们不是那四个从东土大堂而来的和尚吗 实不相瞒 我们确实是从东土大堂而来 去往西天 不过我们跟你是同道中人 此行目的乃是为了踏平灵山 至于经书 陛下家里要是厕纸快用完了 到时候我可以托人送过来给你 哦 原来是同道中人 我明白了 你们假装打扮成和尚的模样 就是为了混入西天 哦 妙啊 实在是妙 我只是敢在灭法国的境内干着事 你们居然打算杀到西天去 不服不行啊 我也很佩服陛下 这里距离灵山正近 陛下属实是有胆破呀 陛下你可知道 我们一路行来 经过了很多地方 那些地方的国王百姓们们 都把那些和尚供得高高在上 偏偏那些地方妖怪偏多 灾难诸多 反倒是你这灭法国天清地明 这皇宫上也有紫气缠绕 显示你这灭法国未来都将国泰民安啊 哼 我早就看穿了佛门那些虚伪的做派了 等你们到了灵山 帮我多噶几个和尚 看来这一路上也印证了之前的一个说法 那就是有佛的地方就必然有魔 我们从大唐一路西行过来 越靠近灵山 这妖怪是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邪恶 没错 你看那车池国 那里非常敬重道士 虽然将羊鹿虎三妖奉为国师 但他们也没有做什么坏事 还一直保佑车池国风调雨顺 看来我们应该更加坚定我们此行的目的 说到羊鹿虎三妖 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女儿国国的怎么样了 你是想羊鹿虎三妖 还是想你的女儿国国王了 该死 这唐三妖怎么永远都不按常理出牌呢 把经书捡起来 把经书捡起来 让你来 世尊 你又做噩梦了 唐三妖他们几人现在到哪了 刚经过引雾山 降服了南山大王 如今快到凤心郡了 哦 这么快 那不是哪吒和葵木郎他们吗 哦 不好 那蛇妖追上来了 哎哎 不可以 哎 别 那蛇妖怎么有点眼熟 这蛇妖挺猛了 竟然拖了赤脚大仙 等等 我想起来了 我在万妖山见过她 她是万妖女王 万妖女王 你们忘了 通必猿猴有意追求者 就是这个蛇妖 名为万妖女王 她有一颗万妖金丹 可通过吞噬获得别人的神通 师父 救命啊 这妖孽将赤脚大仙给吞了 您快把它救一下吧 要不然等会咱们就要吃席了 不必担心 这蛇妖消化没那么快 孙悟空 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见面了 我跟你很熟嘛 别以为我长得像通必猿猴 就会喜欢你 你死了那条心吧 怪不得你一直单身 混蛋 你害死了神猴大将军 我今日要替神猴大将军报仇 赤脚大仙的天残脚 悟空师叔竟如此轻描淡写的 就接住了 通必猿猴是被六尔弥猴所害 你与我无关 你撒谎 我明明在你身上都能感受到 神猴大将军的气息 懒得跟你废话了 把赤脚大仙放出来吧 我可以不敢你 你做梦 真是执迷不悟 那就别怪我了 可以啊老孙 在八井宫闭关这段时间 连太清圣人的绝学都学会 少拍马屁了 这万妖金丹挺适合你这吃货的 送给你了 多谢 老唐 这万妖女王怎么处理 这万妖女王也是个可怜的痴情种 放了吧 如今她失去了万妖金丹 也掀不起什么大浪了 太飙悍了 我的悟空师叔 好了 准备继续赶路吧 小狼 你们刚从那边过来 前面应该就是凤仙郡吧 没错 不过那凤仙郡的问题 我们已经解决了 哦 那凤仙郡原本是天竺国 最富庶的一个郡 只因郡守当年与老婆吵架 掀翻了供桌 然后又让狗吃了地上的供艇 而这一幕正好被玉帝知道了 导致这凤仙郡受罚 大汉三年 经过我们的教育后 他们已经知错了 如今玉帝已经撤销了 对他们的惩罚 他们对天庭也是感恩戴德的 做得好 小狼 你们此番东游 好好将我们道教发扬光大 包在我们身上 为师没什么礼物 送给你 那只金钱包 就随你们一起东游 充当你们的脚力吧 向我堂堂南山大王 竟然有一天会沦落至此 离开凤仙郡之后 唐老大几人再没撞见 哪只不开眼的妖怪 出现在西行路上 很快 四人一马车就来到了临山的脚下 天竺国 哇 你们看 这天竺国的公主是玉土惊变的 嫦娥仙子 我是来带玉土回月宫的 老沙 给你们一天的时间 好好把握 这次能不能追到就看你的了 多谢嫦娥仙子 八戒 你看谁来了 真羡慕这两个假发 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好不好 等我 我们马上就到临山了 这修炼速度也太可怕了吧 唐老大留下的那本凡人修仙传 我看了 就是一本很普通的修炼功法而已 这速度简直跟开挂了一样 难道这女儿国国王 是什么仙人转世 玉帝哥哥 不知道你们如今走到哪了 一定要等我呀 你也做噩梦了 世尊 西游亮节结束后 我佛门不应该大兴吗 为何唐三藏几人马上抵达灵山 反而会有不祥的预感 据两位圣人所说 天道出现了变数 我佛门本应在五百年后经历的一场浩劫提前了 如今这场浩劫将出现在西游大劫结束之时 唐三藏几人到哪了 已经在灵山奖下了 哥几个 终于抵达灵山了 走吧 最后和他们做不了段吧 结束了这档子破事 我们就自由了 拽得跟个二五八万一样 真想上去给他们一人一个嘴巴子 也不走个过程 直接就冲入大殿 罢了罢了 那唐三藏可是能调打接引准提两位圣人的存在 虽说好像是借用了外来力量 那也不是自己惹得起的 还是按流程来吧 你那东土乃南部湛州 只因天高雾厚 雾广人仇 多谈多杀 多起多诈 不遵佛教 不向善缘 如来硬着头皮批判了整个东土 听得唐三等人冷笑连连 等等等等 你怎么好意思说人家南部湛州 如来 你这犀牛鹤州什么鬼样子 你心里没点数吗 放肆 眼下最重要的是将经书塞给他们 让他们带回东土号完成西游 尽量不要和他们起冲突 是 世尊 将经书呈上来 赐予他们 等等 嗯 唐三藏 你还有何事 如来 咱们是不是该算算报仇了 报仇 什么报仇 我也不跟你废话了 我们来算算这笔账吧 你让我经历实施轮回之苦 这笔账你得认吧 让老子轮回就算了 竟然还让老沙在流沙盒 吃我反胎九次 人证无证都在 这个你没法抵赖的 又不是我吃的你 这也要找我算账 当年你把悟空押在五指山下五百年 又让弥勒把老猪推下畜生道 都是为了日后能帮你佛门完成西游 这笔账也得算吧 他们当年本就犯了错 我给他们给机会赎罪 待到西游结束之后 还能成就佛陀果位 他们应该感激我才是吧 还有 你佛门设置了九九八十一难 让我们吃尽了苦头 饱受了折磨 这笔账怎么算 恶人先告状 这西行路上受苦受难的 明明是那些倒的大霉 才遇见你们的妖怪吧 我不管 这一切都是你佛门算计我们的 现在老子只想讨回这笔因果吧 你到底想怎样 七成 我们要西游的七成功德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这是狮子大开口啊 而且西游功德之事归天道划分 本作也做不了主 所以此事不可为 这么说 这笔账你不认了 冥冥之中 一切都是注定的 一切皆是天术 这也是你的使命 你现在只需要完成西游 你该得的那部分 天道也会赐给你 如来 唐老大让你交出七成西游功德 还让你佛门占了三成 已经很给你面子了 你别不知好歹 答应他 接引圣人 先稳住他 待到西游大劫结束之后 功德之事可由不得他唐三藏做主 天道是公平公正的 届时天道是不会因为唐三藏 一个无理的要求 就赐予他七成西游功德的 好 本作答应你 西游功德 而当占七成 这怎么办 本来只是想找个理由跟他们闹歪 没想到这么过分的要求 如来竟然答应了 这帮虚伪的家伙 说一套做一套 肯定又想着怎么算计咱们 随机应变吧 看看这如来到底要搞什么飞机 那就多谢佛祖恩赐了 听 检测到西游 还差最后一难 请宿主做出 如下选择 一 配合佛门给出的劫难 并完成 奖励宿主 一成西游功德 册封宿主 为瞻谈功德佛 受万佛敬仰 二 反客为主 主动出击 宿主将成为佛门 最后一难 哦 那还用选吗 西游最后一难 就让他整个佛门来承受吧 主人 妖廷和魔戒 所有兵马 已经集结万命 时机成熟了 即刻出发 目标 临山大的阴寺 什么情况 为何会天生意象 但灯 你暗中推算一下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本座先应付一下 唐三藏咱们再说 好的世尊 唐三藏 如前世是无知二弟子 灵魂金蝉子 因汝不听说法 清漫无大教佛法 故贬汝至真灵 转生东土 今戏归一 取得真经 甚有功果 加生大智正果 如为瞻谈功德佛 孙悟空 如因大闹天功 无以甚深法力 压在五星山下 信天宰满足 归于世教 在取经途中 斩妖除魔有功 加生大智正果 如为斗战圣佛 世尊 不好了 稀有九九八十一难 还差最后一难 这最后一难 将有我整个佛门应节 官爷 你不是说 九九八十一难满数了吗 为何还有一解 世尊 我确实推算出 唐三藏等人 已经完成八十一难的 昨日不是才跟你汇报过了吗 如来 老子千辛万苦 行了十万八千里 替你佛门降妖佛魔 普渡世人 你就给老子 当个瞻谈功德佛 我孙哥堂堂混世魔缘 这如来居然给你 封了个斗战圣佛 狗听了都要摇摇头 就是 至少你这佛祖的位置 也该给俺老孙做作了吧 大胆 孙悟空 你想要造反吗 五百年河洞 五百年河西 如来 五百年前 你将我压在五指山下 今日轮到我老孙 将你镇压了 大胆脱喉 快放开佛祖 米勒 你的对手是我 当年你亲手将我推下冲锋道 今日这份因果 该从你身上考回来 下去吧 沙木镜 你手上拿的什么 紧箍咒 等一下 陛下 我好像听到西方灵山那边 在求救 陛下 不得了了 妖婷集结了几万妖魔 此刻浩浩荡荡地 正朝西方前进 好 朕知道了 尔等继续观察 若有动静 立马回报 是 陛下 佛门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真是太解气了 拿点仙酿和盘桃来 我们一边庆祝 一边观战 陛下 咱们这么做 是不是有些不妥 有什么不妥 佛门越落魄 咱们天庭就越兴旺 这佛门搞个稀有 疯狂地掠夺天庭的气韵 如今难得有人能收拾他们 启 启 启禀陛下 佛门的燃灯佛祖求见 陛下 佛门此时派人过来 若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求援来了 那依爱情之见 此事该如何处理 陛下 陈斗胆问一句 您是想拒绝佛门的求援吧 不错 正有此意 陛下 此事万万不可 哦 有何不可 其一 佛门有难 天庭出兵属于雪中送炭 到时候 西游真正结束了 天庭必然也会得到不少好处 其二 虽然吴天庭如今和佛门关系不佳 但是吴双方向来渊源颇深 互助友好 就如当年那孙悟空大闹天宫 当年不过是配合他们佛门演的一场戏而已 你真以为当年天庭会奈何不了孙悟空 需要去请他如来吗 若不是道祖当年开口 让我配合他们佛门完成西游 我才懒得理他们 行了 你出去应付一下佛门的人吧 别影响正观瞻了 是 陛下 为何去了那么久 难道求援失败了 玉帝没答应派兵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谁人在饶我佛门清静之地 怎么又出现一个如来 小心点 这是佛门的创始者 接引圣人的善师 阿弥陀佛 道友 救我 如来 怎么回事 道友 此时说来话长 本作还是将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共享于你吧 如此如此 这一般这般 我去 这几个家伙是我佛门的取经人 难道这就是天选之子吗 短短十几年就能突破到准圣巅峰 还拥有成为提升战力的神通 眼下西游即将结束 还发生了变故 最后一难 竟然要我整个佛门应解 天道 你闹着玩呢 这么坑我佛门 肯定是当年本尊何准提那两个家伙 焊出悬门 被道祖记恨在心 如今被道祖穿小鞋了 算了 此事关乎我佛门大兴 还是得帮他们擦屁股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唐三藏 五等皆为我佛门中人 何必动怒呢 不如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如何 谈 可以啊 俺老孙来执掌佛门 俺就做个现在佛好了 未来佛就让老沙去当吧 过去佛就让八戒做吧 好大的口气 本座之位 岂是如等野蛮之徒能觊予 妖猴 你太猖狂了 你别逼我 区区一只妖猴 也敢在我灵山放肆 本座今日定要将你镇压 道友 小心那孙悟空了 我等生来自由身 水感高高在上 若天压我 劈开那天 若地居我 踏碎那地 我若成魔 九天十地无仙佛 是混沌魔神的力量 没想到这孙悟空真的融合了四猴血脉 难道天道要往我佛门 燃灯 听听那边怎么说 玉帝不肯派兵 世尊 不好了 什么是慌慌张张的 妖亭与魔戒集结了数十万兵嘛 浩浩荡荡的 如今已经抵达灵山脚下了 看来只能拿出底牌了 佛门弟子听令 写诸天信仰大阵 佛门弟子听令 写诸天信仰大阵 听闻佛祖之令 众佛门子弟各自寻找方位盘坐而下 准备开启诸天信仰大阵 这诸天大阵由所有佛门中人施围 并照诸天 连接环宇内所有佛门子弟和信仰 及所有佛陀的信仰之力 守护佛门 好可怕的信仰之力 哼 要知道 这些无上信仰之力 可是佛门成立至今 就积攒到现在的 每当有人念一句阿弥陀佛 我就能得到一丝信仰之力 而信佛之人 几乎每天都在念 所以我这些年积攒的信仰之力 甚至能与圣人一战 本来这些信仰之力 是我成圣的根基 没想到 如今被你们逼的使用出来了 你们也该为此而自豪了 不愧是圣人到身 尊无成堵 我去破了他的诸天信仰大阵 八方魔术通 天葬一面 天机会晓 命数改变 逆转乾坤 无魔道大星之日就在今天 所有人 听本座命令 攻入灵山 将灵山给本座拿下 不好 信仰之力正在消枝 西游九九八十一难 最后一截 竟然是要我整个佛门应截 师弟 西游的九九八十一难 是道祖提出来的 我们这就去紫霄宫 见一见道祖 让他出来主持大局 好 你只能如此了 弟子求见道祖 接音准提 你们有何事 启禀道祖 西游之事 乃是天并 也是您立下的结束 可那唐三藏一行人 不但不遵守天术 还以下败上摧毁佛门 还请道祖降下法旨 严惩他们 准了 不过 西游乃佛门之事 唐三藏四人 也算是佛门中人 正所谓家丑不可外扬 本座将他们送来九天之上 二等自行解决吧 世尊 魔界的罗侯 与妖亭率领的妖魔 已经攻入大雷音寺了 没想到 该来的还是来了 这是回光返赵之相 不 这是元祭之光 世尊他要元祭了 不 这怎么可能 如来世尊乃是万佛之祖 怎么会元祭 诸位 吴早已推算到佛门今日之节 只是没料到提前了几百年 吴佛门能否再去辉煌 就看吴等的了 今日本座以残命作画 被诸位唤取一线生机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什么情况 没想到 本尊关于西游记后传的记忆 也是真实的 只不过这段历史 因为本尊几人 提前了几百年 那我岂不是成了无天佛祖 占据灵山三十三年后 还要面对转世归来的如来 唐三藏 都是你们几个干的好事 如等身为吴佛门子弟 背叛佛门 罪大恶极 其罪当中 今日如等就埋骨在这九天之上吧 我以为是谁 原来是两个手下败将 别到时候又找到赌修你们 唐三藏 你可知圣人之下皆为蝼蚁 我想嘎了你们 就如同捏子四只蚂蚁一样 区区蝼蚁 也望想逆天 真是皮肤汗术 独自量力 唐三藏 如等可知罪 稀有乃是道主所定 本座奉劝如等 莫要执迷不悟 只要如等束手就擒 本座可网开一命 师兄 还跟他们几个废什么话 唐三藏 本座念你天父居家 愿不计如知罪过 收入为侵传弟子 日后可为佛门之祖 但你要即刻返回灵山 将那一坛烂摊子 给我收拾好 如何 接影 准题 斗祖将我们几个送到这里来 还说不定是斗祖 让我们收拾你们呢 收拾无等 唐三藏 你未免也太意想天开了吧 莫要以为 上次借助外力侥幸获胜 就真的能理见圣人了吧 是吗 那你看看这是什么 鸿蒙仔细 不好 唐三藏想要借此成圣 孙悟 你怎么也成圣了 刚刚到族把我们带到九天之上时 就解开了我体内的血脉封印了 好 一起陪那两个贷款圣人玩一玩吧 一起出手 老朱 你猜他们谁能赢 还用猜吗 有那功夫我还不如再玩个游戏 你从哪里买华为啊 我在左下角免费领的 左下角能领手机都是真的啊 左下角我确定能领 AI女傅的发货信息我还留着呢 左下角官方迎接新年准备了一万台 华为Mate60 Pro和苹果15 Pro Max 都是免费领的 保障一人一份 上线还真看到领取界面了 我这台苹果15就是左下角领的 这次会不会很久才能领到啊 放心 左下角是官方认准的链接 下载上线代名和龙王击败吞天暴君 吞噬进阶至尊龙王 一天三百集 华为苹果任你挑 而且现在登录直接领888新年红包 我这就去试试 师弟 这两核太强了 把底牌都指出来 老孙 准备好了吗 来吧 就带坚图一万倍 如等住手吧 到足 汤三藏 此时到此结束 你们都到我藏宵宫来 哟 人这么起 唐三几人来到紫宵宫中 发现洪荒诸圣早已在此 分别是太清圣人 原始天尊 通天教主 女娃娘娘 后土娘娘 唐三藏 本座这张脸可好用 嘿嘿 盗祖的面子自然是好用的 好了 其实今日本座换诸位来 只有大事与诸位商议 敢问老师 是何大事呢 关乎三界存亡之事 还请老师解惑 不急 在这之前 先解决下西游之事吧 道祖 无佛门如今被魔道占据 这西游之事怎么算 既然佛门已不在 那这份西游功德 本座便全部赐予取经人吧 道祖 万万不可 这西游功德 应由我佛门所得 怎能赐给唐三藏他们呢 可你不是说 佛门名存实亡 已经不在了呀 道祖 佛门如今虽被魔道占据 但我推演天机 得知三十三年后 我佛门还有涅槃重生的奇迹 况且弟子二人是佛门的创始人 这西游功德 理应由我二人所得 道祖 俺们为了这西游之事 受了多少苦难 历经了多少挫折 最终才完成了西游 所以功德应由俺们所得 佛侯 西游乃我佛门大兴之事 你如今背叛的佛门 自然不算佛门中人 又有什么资格 得到这份功德 好了 莫要再争了 西游之事是天之定数 本应大兴佛门 但佛门如今名存实亡 这份功德自然落不到佛门头上了 不过 既然你二人是佛门创始人 可分得一份功德 唐三藏 孙悟空 诸八戒 沙无精 四人 作为取经人 买是西游的大功者 当有大功德 所以本座决定 西游功德 一成赐予参与西游的妖心神佛们 剩下的部分 如等双方 各一半吧 道祖 我们的呢 你二人是不是忘了什么 弟子愚昧 还请道祖解惑 混账东西 当年你二人立脚之时 借了本座的功德成胜 难道不想还了 道祖 无等不敢忘了 这不想着得到西游功德之后 便将当年欠下的那部分功德 还给你们 谅你们也不敢 好了 此事就此结果 道祖 您是不是忘了 当年我两界的功德 只是西游功德的两成而已 您是不是要将多出的那部分 还给我两岸 怎么 不知道规矩吗 这东西不用利息吗 那剩余部分 就当做利息了 西游结束后 天道降下大量西游功德 唐三几人纷纷成胜 而佛门就没那么好运了 如来元祭 灵山被魔道占领 唐三的魔道分身告知中妙 如来会借助转世者转世回归 及其十七颗射弟子 再次重返三界 你们吩咐下面的人 道人间界寻找一名为乔林尔之人 此人便是如来的转世者 道祖 你怎么不直接抢 我们当年向天道借的功德 都没有利息过 当年你二人 与我借功德成胜 到如今西游大集结束 都过去无数岁月了 如果真要与尔等算利息 怕是十倍的西游功德 加起来都不够还了 看来道祖去过蓝星这事 是实锤了 可是道祖 当年与你借功德之时 你也没说过要算利息的呀 当年你们也没问我呀 红军军 别反抗 还从未来找了几个方法 为他们平平天气 想要对付我吗 不过是几个 刚刚踏入圣人境的模拟 没用 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土牢 三界中将会被黑暗吞噬 老师 你没事吧 我时间不多了 长话短说吧 之后三界存亡之事 就拜托大家了 道祖 刚刚那是 是天道的邪念所化 此事还要追溯到 洪荒天地的第一次大劫 当时的龙凤七林三族 纷争不断 加上罗侯的肆意挑拨 三族开始相互争斗 洪荒世界遭到严重破坏 生灵实不存一 天地间汇集了大量的怨气 后来我击败罗侯 平息了这场浩劫 并藏口造化玉碟内所蕴含的大道玄机 以身河道成为了洪荒第一位天道圣人 那时候我就发现了天道邪念的存在 你休想 自此之后 他几乎无处不在 并且通过不断吸收三界的邪念 助长自己的力量 经过了巫妖大战 风神之战两次天地大劫之后 他的力量也愈发强大 如今我的元神已经几乎被他侵蚀 他想利用我将三界变成一片炼狱 诸位一定要想办法阻止他 保住三界众生 道祖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 你们先各自离去吧 如果还有什么心愿未了 就尽快去完成吧 届时这场三界浩劫降临 谁也预料不到会发生什么 少则十年 多则二十年 我只能为大家争取这么多时间了 可是道祖 小三 记住了 下次再见面 我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我 君红叔叔 唐老大 你们这么快就完成西游回来了 猪八和老沙呢 哦 他们去天井月宫了 此方回来 你们便不会再离去了对吧 猴子 你有没有喜欢的人 嗯 没有 呆子 对了 上次你们回来 国王问你们以后是不是不会走了 你们为什么支支吾吾的 其实吧 这次回来 我们也不知道能待多久 啊 为什么 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那岂不是很危险 快快快 快说出你的新年愿望 我希望以后的每一天都跟你在一起 直到世界毁灭 世界毁灭 你怎么了 反正世界也不会毁灭 我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 也不知道君红叔叔现在怎样了 小三 记住了 下次再见面 我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我 你到底是何人 为何一路追我们到此处 你就是乔灵儿 正是在下 很好 与我们一同去一趟西天灵山吧 老师 老师的元神 已经被天道邪念完全侵蚀 他已经不是原来的老师了 他想通过吞噬三界生灵 吸收他们身上的邪念来增强自己 一定要阻止他 师兄 你怎么了 我方才感应到我佛门两位佛祖隐落 我佛门最后一丝涅槃重生的契机已然断绝 我佛门两位佛祖隐落 天刚三十六遍 握玄造化 后天 其实你那些很够满飞吧 我很欣赏你 因为你与其他的圣人不同 你有血瘾肉 败富人下的自己呢 并且也叫无畏 想关你那些师兄弟 一个就细维着风险 我在风险一战中 你却看了一半成立 回想三分地址 落脉上风险堡 还有一大分地址 被经营取其动设的西方教 素因为你心中有傲气 不限于你他们扣这些 东西洞长的势体 最后落脑 被寿圣人违规了下场 其实你这些很愤怒对吧 天道邪念 放开我尸体 人手不如一事实有八角 何必事实都憋在心里 发泄出来吧 一气化三青 你在干嘛 我查查天道 有没有什么弱点 不要盲目去送人头 老朱 你从哪弄的苹果手机呀 这是我在左下角 完成任务领的苹果15 Pro 我这华为Mate60 Pro 也是从你左下角里的 左下角是官方认准的 我确定过了 能领采放的链接 发货信息还留着呢 而且现在年底特意准备了 五千台华为Mate60 Pro 和苹果15 Pro Max 只要参与任务就能领的 保障一人一份 我上线还真看到领取界面了 对啊 下载的人都领到了 你到时候去养龙寺 吞噬龙魂进阶大金竹龙 挂机升级手机轻松领 之前在左下角没领到 你这次可得好好把把关 放心 活动给平台宝贝过 只要是点我左下角专属 链接下载的 手冲一员就送雪板红木 再搭配免费的分棚坐骑 和满街市天玄公秒掉BOSS 直接霸榜第一 华为苹果任你挑 而且现在上线 还有888新棉红包 我这就领红包和苹果去 就上你们几个 你们就是红军 从未来世界找来的帮手 看起来也不怎么样吧 孙巫 要上了 自在监督一万倍 开始 孙巫 问顿魔神 有点意思 当初你血脉直行的时候 我早就发现你了 没想到红军将你的血脉之力封印 又屏蔽了天机 将我瞒过了 不然那时候我就应该将你抹杀 不过也好 天生的战斗民主 充满暴力 狂糟的情绪 所以就合同为 我主宰三界的杀戮戾气了 去战斗吧 你将来就会了战斗儿童带着 这三界都是你的战场 去摧毁你眼前所有的一切 老唐 快去帮孙巫 先到邪念在唤醒他血脉中的战斗本能 他要把孙巫变成没有感情的战争机器 为他征战三界 我 龙巫 你看到了吗 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 我早就跟你说了 人世间的道和正义 其实都不虚的 根本经不起口验 你所留下来的人 都已经互相打起来了 就剩这个炎炎逆袭的家伙 你不是对他寄予厚望吗 我现在就毁掉你最后一死希望 有意思 这绝望的情绪 我很喜欢 老孙 快醒醒啊 不要啊 我们女儿国的烟花怎么样 不比你们大唐差吧 在我们大唐 新年对着烟花许愿 来年一定可以实现哦 快快快 快说出你的新年愿望 我的愿望是 以后的每一天都跟你在一起 直到世界毁灭 世界毁灭 如果真有一天 这个世界会毁 差点忘了 你已经不在了 又是我的幻觉吗 你怎么会在这 这可是在我女儿国境内 怎么 国王都不能来这里钓鱼吗 你不会一会又消失了吧 又在胡思乱想什么呢 给你的东西 转一下 如果他一直转 就说明是在你的梦境中 如果他能够停下来 就说明是现实 盗梦空间 行了 这不是梦境里 心也不再放弃 你们在看什么 我和老猪看美女呢 你看这俩咋样 你在哪里认识这么多美女 这都是老猪介绍给我的 老唐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就这个新玉上面多的是漂亮小姐姐 都是咱附近奔着真心脱单来的单身美女 温柔体贴 大放懂事的多的是 照片资料随便看 喜欢哪个 不用加好友 也不用花一分钱钱 直接就能聊天 老猪 要说看美女这还得是你专业 这咋跟他们聊啊 你左下角下一个去 想跟谁聊就跟谁聊 有相众的还能语音视频 关键这些女孩 还有热情又主动 这一会儿就这么多跟你打招呼的 回都回不过来 像你这么英明神武 那那新玉上面 喜欢你的女孩子得老多了 那行 我赶紧下个看看 老唐 你愣着在这干嘛 你又不需要 人家女儿国国王在那边等你呢 刚刚才从那边走过来 这一定又是我的幻觉吧 你愣着干嘛呢 你这是 如果他一直转的话 说明现在根本不是现实世界 眼前的一切 不过是我活在自己的梦境中 所以 你决定要走出去了吗 我知道 我已经失去你了 如果我继续沉浸在自己的梦境中 我可能还会失去最好的兄弟 这是 孙乃上古幻盾至宝 盘古开天神古卧金 可我好像拿不动啊 就你现在的力量 掌控不了盘古服 再正常不过了 那怎么办 盯紧速主做出选择 是否消耗 所有汉匪积分 获得盘古力之法则 来吧 什么情况 其实我俩 就是盘古的一道 力量本源所化 这一天终于来了 唐三还记得第一天见面 我们教给你的统运圣法吗 运转它 感受我们身上的法则之力 不好 这气息是 盘古开天府 盘古的力量法则 这怎么可能 本尊 要打架怎么没叫上我 小黑 还有我呢 咱们一气连之 你可不能挂了 盘古三 融合神之道身 和魔之道身 三清归一记 你的力量 就足以战胜天道斜念了 来吧 盘古三 你不能杀我 我是红军 我是你的军红叔叔啊 小三 记住了 下次再见面 我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我 盘古三 你不能杀我 盘古三 就算你现在杀了我又如何 这三界争瘾 会会源源不断地给我力量 用不了多久 我还会回来的 小三 要不我们联手吧 我们一起成为 这三界的主宰 只要我完全掌握了天道 到时候帮你复活你母亲 复活女儿婆婆王 那都没有问题 小三 守住本心 不要被天道邪念 影响你的心智 不管你要做什么 我都会永远支持你的 不管你要做什么 我都会永远支持你的 还有我们 我们回来了 真奇怪 这趟穿越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 却又那么真实 可不是 要是嫦娥妹妹 能跟我一起回来就好了 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 白晶晶 这位是 哦 刚转到我们学校的转学生 南宫林 怎么 太上人家了 太像了 我不会是在做梦吧 看过去 看过到梦空间吧 转一下 如果他一直转 就说明是在你的梦境中 如果他能够停下来 就说明是现实 老唐 你干嘛呢 不管你要做什么 我都会永远支持你的 追踪到天空 我在脚步急促的城市之中 就说明是在这边 谢谢观看